第191集 台谢尔 哦 行 西响了一下 点了点头 如果是别人的话 可能很难学会海底人的语言发音 但是刘先生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嗯 刘畅点头表示认可 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 海底人常年生活在海底 发音器官肯定和人类不同 而声音的传播方式在水中和空气中 也是不同的 所以一般人应该很难学会 他们的发音方式 如果刘先生不嫌麻烦的话 我们行军的路上 就由我来教授给你海底人的文字 和语言交流方式吧 昨天我们的上级得知 您参与我们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很是高兴 特许我放下手中的工作 全程陪同您作战 您不会介意吧 不会介意 有你陪着 真是再好不过了 刘畅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 索性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两人就这么在军营和军队这边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有关战斗的话题 而海滩之上 大量的海底人军队还有海兽聚集着 刘畅指着昨天他看到的那三种海兽问道 我看能登陆的成规模的种族就这三种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翻译成中文的话 海雄兽 突木鱼 还有西龙 好潜意 一搭的名字 即便是不做解释 我也知道哪个是哪个 身高七米左右 地位低下 长得像熊和海狮的结合体的 自然就是海雄兽了 那个眼球暴突 视力很好的自然就是突木鱼 至于身长超过四十米 巨大的仿佛恐龙的东西 就是西龙了 取名翻译这种东西 还是浅显易懂一点比较好 我们海底人不是什么高深的种族 取名字也不会有什么文雅的名 不过最关键的还在于 海洋生物太多了 而且有些今天还有 明天说不定就淘汰了 所以我们海底人 给他们归类的时候 一是按照他们 进化前的其实种族来分类 二就是按照生理特征归类了 当然这都是我们 给他们取的名字 他们自己不这么叫自己 就好像人类叫你们 海底人是海底人一样 是的 我们海底人 其实称呼自己为坎帕斯 而那西龙 似乎称呼他们自己为 卡特罗琳卡 啊 音译的 好拗口啊 嗯 还是西龙合适 刘畅说话之间 军队整装待发了 海底人的编制 大概是一队一队的编制 一个队伍似乎就是一个 独立的战斗群 一个队伍大概有 130个海底人组成 一个西龙领队 十个左右的海雄兽坐外围 还有两三个突木鱼 作为赤猴 海底人的军纪 不用整顿 各个海底人 似乎都军纪 严明到极点 如果不是其中 摊杂了那些怪兽 站在他们面前 流畅甚至听到 数万海底人的呼吸 都是一致的 所以集合之后 海底人的军队 根本不用整训 直接就在直升机的 领航之下 踏上了征途 跟着海底人的队伍 流畅发现 这里即便是军官 也没有特殊的待遇 一个个都在步行 而流畅就夹杂在 队伍的最边缘的位置 一边研究 海底人的作战方式 一边跟着西 学习他们的语言 是嗡嗡嗡 不是嗡嗡嗡 对 我们在水下发音 其实是一种 骨膜的震动 不是嘴唇的音节 流畅的学习很快 作为一个脑郁医变者 他如果要学一门外语的话 只需要浏览一遍 单词和发音就行了 但是跨种族的语言的话 他还是得严格纠正发音的 因为他没有 海底人的骨膜器官 所以给他增添了 不少的难度 不过即便如此 等队伍出了山东省 流畅还是基本掌握了 海底人的交流方式 海底种族交流 都是用这种语言吗 有些是 有些不是 有些种族 有自己的语言 而有些智慧种族 根本连发生器官都没有 他们是用 另外的方式进行交流的 海洋还真是神奇 真想去深海看一看 刘先生是有机会的 您进化出鱼类器官了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也差不多了 说到进化 刘畅隐瞒了一些情况 其实现在 他自从跨越式地进化出一些 节肢动物的能力之后 发现自己身体再次产生了改变 机体结构和内脏结构改变 他这些天以来 隐隐感觉到身体再次发育 估计真的是要长出一些 他以前没有的器官 毕竟他的身体现在很不平衡 动力系统在瞬间的动力 已经可以让他挥出 螳螂虾一般的攻击速度 但是身体结构却根本承受不了 这种动力带来的负荷 就好像给一辆老爷车上 装上了赛车引擎 功能不配套 根本让他不敢使用 我去转转 想着自己身体的进化 刘畅转头和西打了声招呼 离开了队伍的边缘 走向了一个西龙 毕竟他这次来海底人军团的目的 就是想打探打探消息 而海底人本身根本无从下手 刘畅就想看看 其他的物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队伍行进的速度不慢 但是刘畅还是两三步 就追上了一个离他最近的西龙 哎 哥们 他走到别人脚下 拍了拍对方的脚趾 能跟你聊两句吗 西龙没有反应 我说哥们 刘畅想了想 换成了海底人的语言 能和你聊一会儿吗 滚开 扎猛鱼 听到刘畅的话 西龙并没有停下脚步 仍旧是一路前行 我看见你们这些浑身 梅林片的东西 就感觉恶心 梅林片的东西 很恶心 刘畅想到了自己看见 眉毛的动物时的感觉 大概这种看起来脾气很暴躁的 巨型物种的审美观中 梅林片就是很丑陋的意思吧 台谢儿 对待朋友说话 要礼貌一些 西龙因为提醒的关系 说话声音很粗重 发出的声音 滚滚如奔雷 让远在百米之外的西 都听到了这边的谈话 你们海底人 没资格命令我们 出乎流畅意料 西龙听到了海底人长官的话 并没有卖几分面子 很显然 这个种族和海底人 真的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 而基于这一点 流畅对他们的兴趣更浓了 想了想 流畅的身体开始一变 慢慢地长出鳞片 随后对照着旁边西龙的颜色 让身上的色泽变换 跟他十分接近 西龙看到流畅身上颜色的变化 明显对他感兴趣了很多 你是什么物种 还有这种能力 现在看起来 我人就顺眼多了 来我身上吧 西龙的眼睛看到流畅的变化 仿佛看到一个本来无毛的蚯蚓 突然变成了一只可爱的毛绒小猫一般 脸上露出了喜爱的神色 想不到这么强壮的西龙 也是外貌协会的 流畅心中闷闷地想到 却不知道 喜美必丑是所有物种的天性 只是物种和物种不同 所以审美观也不尽相同 就好像人类很难喜欢上蛆 却很容易喜欢上小猫小狗一般 不过既然已经得到对方的手啃 流畅也就不再做作 直接原地一跃上了西龙的身体 在他光滑的鳞片上一阵踩踏之后 就到了他的背部 西龙的背部很是光滑 鳞片光滑程度堪比鱼类 从科学上来看 很利于水下活动 而从现实情况来说 却很难立足 不过流畅还是站得稳稳的 似乎十分了解自己的生理构造 西龙一边行军 一边回头看了一眼流畅 闷雷一般的声音再次咆哮而出 你来找我做什么 没什么 行军无聊 找你随便聊聊 我想了解一下海底的事情 嗯 那你来我头顶吧 我头顶有小的发生器官 是我们在水下勾引鱼群用的 有什么话 就在那里聊吧 西龙的话正好说到流畅的心坎里 他也不想声张 所以原地再次起跳 跳出了二十米高下 到达西龙的头部 然后一人一海兽 天南海北的在那儿聊起来 先是聊了聊这些年海底的变化 随后聊了聊西龙的产生 不是吧 你们不算大个的 流畅看了看西龙那几十米的身形 想到曾经吞吃自己的鳗鱼 和那看不穿本体的章鱼爪子 不算大个的 而且我们不是深海鱼进化来的 一路上这个叫做台谢尔的西龙和流畅聊得很开心 通过聊天 流畅知道 这其实是一种很爽朗的种族 智力不高 喜怒爱好全都喜形于色 很直白地写在脸上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直爽的脾气倒是和流畅很对味 我们只不过是能登陆的体型较大罢了 那些真正个头大的 才不会跟海底人们来岸上呢 地方太小 装不下他们 而且那些个种族 很多也看不起海底人 果然是这样吗 流畅想到第一次来青岛的时候 赤色大蛇和海龟的战斗 当时他努力地记下只言片语 现在学习他们的语言之后 他才知道 那场战斗其实就是一场争吵 那巨型的海龟 似乎很讨厌海底人 不愿意加入这个联盟 那你们 为什么想和海底人联合在一起 资源呗 我们虽然智商不高 但总算也是智慧种族 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吃饱就行了 我们也想要发展 也想要学习知识 也想要占领更多的资源 这些东西和他们合作会更好地取得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加入了这个联盟了 说到这儿 西龙还叹了口气 我也不想参加战斗 听说这次要对付的家伙 是一个比深海大王章还要可怕的东西 我可不想死在这 我才一岁半 我们长老说 我们还能再活三百年 死了多可惜啊 我还没交配过呢 西龙台谢尔正在感叹自己的家长里短的时候 刘畅突然从他头上站起来 怎么了兄弟 有危险 刘畅话音未落就看到 数枚飞弹从远处拽着长长的燕尾飞射而来 而这几枚飞弹似乎是一种信号 在他们发射而出的同时 无数长相奇怪的火焰弹 从或近或远的地方突然凭空出现 仿佛漫天的雨点 是两栖人 远远地看到一个飞弹在出现的瞬间 那光线扭曲的情况 刘畅再熟悉不过 这是两栖人的独有能力 但是即使是两栖人会隐身 他也没想到 能突然出现在自己周围一千米 而没有被自己发现 毕竟他们身上有鱼腥味 也有去不掉的生物磁场 更有那萤火虫一般 能让他生出漫天繁星感觉的意识源 但是这些都没有 他们就这么凭空地出现 然后凭空射出了无数的飞弹 刘畅帮台蝎尔挡掉了一颗飞弹之后 无数的飞弹在他身后爆炸 爆炸产生的烟雾很诡异 不是火光 而是一种绿色的浓烟 仿佛树枝猛然蹦践开来的那种浓烟 刘畅看到这种浓烟之后 立刻闭气 随后身上的鳞片就开始发出吱吱的响声 并且开始软化开来 一如当初他掉进鳗鱼肚子时 被消化的感觉 这是柳树的消化液吗 刘畅居高临下 看到炸弹爆炸之后 大面积的海底人在浓烟的侵扰下迅速溃烂开来 手中枪械举起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空中传出了海底人的惨叫声 剧烈的惨叫声让刘畅知道这种生物的痛感神经肯定很敏锐 但是他无暇关注这些 这些特殊飞弹的威力很足 站在绿色的浓雾之中 即使是他都有种受不了的感觉 可以猜测他们这几千人的队伍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这是一场伏击战 很完美的伏击战 不论是从地点上的选择 丘陵环绕的临间 还是从时间上的选择 谁都没想到大柳树会在这个时刻就发起战斗 其实就连刘畅都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个地方就被伏击 这还在山东边境就被伏击 刘畅想不通 为什么会突然生出了这么多的两栖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2集 抓住他 要活的 眼睛看着空气中那些飞弹出现时的光线扭曲 刘畅猜测 这次来的两栖人数量 恐怕不是得上千 两栖人的什么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 一个流就能让人焦头烂额 而这上千的两栖人会隐形 掩埋了自己的气味 而且连生物磁场都没有的两栖人 让刘畅产生出了逃跑的念头 先活下来再说 刘畅打定了主意之后 对着身下已经开始发狂的西龙台谢尔 喊道 兄弟 这些来的人 都是柳树的人 能跑就跑 打不过的 发狂的大吼一声 台谢尔也不知道听没听得到流畅的谈话 直接按下身上的一个按钮 一枚巨大的飞弹 冲着一个丘陵山坡的方向飞射而出 飞弹巨大无比 规模绝对比得上战列舰主炮级别的威力 远处的山坡传出了强烈的声响 火光和热量在那里蔓延开来 以流畅的势力虽然看不清那里的情况 但是扑面而来的剧烈的风暴让他知道前面的山坡肯定变成了一片废墟 然后毫不犹豫的流畅向着那里冲锋而去 哥们儿 快走 大喊了一声 尽到了自己的全部情谊 流畅直接双腿发力 在抬谢尔头上一蹬 随后跳下几十米的高空之后 全速飞奔而逃 末世五年以来 流畅处处逃跑 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专业跑路的人士 尤其是在这红雾浓烟硝烟 尘土相包围的这样的环境下 更是给他的逃跑路线打了一个大大的掩护 他逃跑速度很快 而在他的身后 有个人比他更快 台谢尔虽然心直口快 而且智力不高 但是经过流畅的提醒 显然还是机灵的 一记手炮打出之后 跟着流畅就跑起来 不过战场跑路这事 流畅倒是不想和西龙一起 对方毕竟面积太大 体积大 目标大 看到西龙跟上来 他立刻跑向了另外的方向 一边跑身上一边改练颜色 变成红绿相间 比迷彩服更加融入环境的颜色 这几乎近于隐身的状态 加上他那无视地形的奔跑方式 让他很快远离了火力最密集的地方 隐藏到一个林间 远处一溪还是隆隆的炮响 远离了几千人的战场之后 流畅心头那隐隐不安的感觉 却更加强烈了 看向同林之间 流畅喊道 出来吧 你们是来找我的吧 空中一阵沉默之后 一个两栖人走了出来 是的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找你 看到走出来的两栖人 流畅脸色大变 因为现身的这个人 跟流长得太像了 除了个头小一些 瘦弱一些之外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柳树终究还是复制了柳吗 流畅看着来人 但是更多的注意力 是放在了周围 现身的两栖人 只是一个谈判代表 流畅感觉周围 至少潜伏了几十个两栖人 眼睛都看向这边 你们来找我做什么 看着眼前这些两栖人 想到被自己杀死的刘 刘畅心中有些发虚 但是脸上没有显露 想问一下 关于我们父亲的事情 他在北京 看到两栖人找上自己 是询问 而不是直接杀掉 刘畅心底有了些许的底气 在北京研究所 您是想说 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吗 两栖人听到刘畅的话 点了点头 随后身体隐没在空气之中 抓住他 要活的 随着两栖人首领的一声令下 刘畅在这瞬间 听到了很多空气中 重武器被收放起来的咔嚓声 声音传入耳朵的一瞬间 让他在大脑中 瞬间构建出了一幅两栖人的分布图 然后他按图锁记 再次找到了一个包围的空档 狂奔开去 可是招呼过来的两枚黑弹 又把他逼回到原地 逃不掉的 我们知道你的实力 柳树也给过我们数据分析 你逃不掉的 不要做徒劳的事情 我们不想你出意外 柳树给你们做的数据分析 说完这话 猛然举枪 或者叫甩枪 因为没人见过这么快的举枪速度 近乎于万分之一秒的举枪速度 比子弹还快 所以刘畅在抬枪之前 就扣动了碎肉的斑析 而子弹沿着弹线飞出之后 因为受到的甩脱力过大 竟然在飞出之后变成了弧形 一颗香蕉形的子弹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 然后月牙状的枫原 直接在空中刮出了一捧鲜艳的血花 两栖人的半截身体在虚空中被甩了出来 使用了一次十分之一的螳螂虾的弓械速度之后 刘畅身体并没有太多不适的感觉 脚下再次使用这十分之一力量的弹射 速度激增之下 再次甩枪 又在空中绽放出一朵雪花 似乎对刘畅的突然发难有些不适应 也似乎是数据上的不对称 让两栖人的部署出现了漏洞 所以这也给了刘畅唯一的机会 节肢动物那强大的力量 全都运用在双腿之上 刘畅在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状态下 把速度在这一瞬间提升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转瞬之间就是百米 再一个眨眼又是一百米 在所有两栖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猛然端出了包围圈 在硝烟迷漫的战场奔跑开去 脱离了包围圈近千米之后 刘畅的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 毕竟节肢动物的力量 他不敢多用 身体根本受不了那么强大力量的反作用力 而且肌肉也容易拉伤 所以暂时脱离了包围圈之后 刘畅就把赶路方式换作了普通的奔跑 可即便如此 后面那些两栖人也早已被他甩得远远的了 就这样 刘畅沿着战场的边缘 择了一个方向 一路飞奔 他的视距只有百米左右 看不清战场的全部情况 但是耳边响起的炮响和惨叫声 还是让他知道那边战况的惨烈 两栖人是一个优秀的种族 除了没有繁殖能力之外 智力不比海底人低多少 而且还很强壮 还会隐藏身形 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战斗种族 如果不是之前 两栖人只有寥寥两三只的话 相信他们是会比海底人更加恐怖的一个种族 所以面对上前的两栖人的突袭 而且有重武器 刘畅没有战斗的打算 他本就不是海底人的一份子 此刻做逃兵更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一路奔跑着向着来时的方向而去 直指跑出了几十公里之外 也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 在密林之间 刘畅又看到他熟悉的那条西龙 台谢尔 兄弟 你也跑出来了 横竖现在已经不算危险了 刘畅加紧两步 跑到了西龙跟前打了招呼 随后就看到 这个强壮的家伙 胸口上有一个三人大小的巨大的窟窿 西龙台谢尔一边奔跑 一边喘着粗气 看到刘畅来了 只是勉力地鸣叫一声表示回应 你中飞弹了 台谢尔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西龙 而且身上还穿着海底人打造的盔甲 灵甲和盔甲的双重防御 让他们很难被常规武器攻破防御 而且刘畅也知道 这些巨兽其实一个个都是皮糙肉厚的 想当年他在鳗鱼的胃部 连对方的胃黏膜都很难破坏 更何况这厚实的灵甲了 重重地在空中喘了一口粗气 台谢尔哈出的空气 在空中变成了一道粗长的白柱 你这跑不回大海了 刘畅看了一眼那伤口的深度 以及旁边冒起的那些绿色的泡沫 说道 你这状态不行的 跑回青岛还有好几百公里 绝对坚持不到的 那能怎么办 仿佛流畅的一句泄气话 让台谢尔最后鼓起的尽头 也泄了个干净 他颓然坐倒在地 看着自己胸前那巨大的伤口 说道 我不往那儿跑 我也是得死吗 跟我回济南吧 这是山东西边 这里离济南很近的 从山东青岛往河南开拔 已经接近了西边边境 流畅所处的地方离济南不是太远 但是离青岛却还有好几百公里 济南是你们人类的城市吧 他们会帮助我 放心吧 有我在 就没事 事不宜迟 你的伤口不能拖 不然流血就能流死 而我后面还跟着一群两气人 要走赶紧走 打起精神 没多远的 那就先谢谢你了 横竖都是死 燃起了最后一丝希望之后 年仅一岁半的台谢尔 跟着刘畅穿行在丛林之间 向着济南的方向狂奔而去 一路上 台谢尔的身体虽然越来越虚弱 但是速度却没有落下 很显然 这个心直口快的巨兽 不想给刘畅带来任何行程上的负担 因为双方体型巨大的差距 刘畅不可能在赶路的途中 给予台谢尔更多的帮助 不过好在两人的速度都足够快 甩开了身后的两气人之后 在一个半小时后 赶到了济南军区 坚持住 已经到了 来到济南城之后 台谢尔那巨大的体型和凶残的面目 自然引起了普通居民的害怕 不过好在这些济南的居民 这些天来 已经不止一次见到这种海洋巨兽了 虽然害怕 但是还没有引起恐慌 不过即便如此 军队还是在第一时间 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流畅还没进城之前 就有一个师团的军队将他拦在了城外 远远的军人得知这次来临巨兽的相貌之后 用一个扩音大喇叭喊了起来 但是他的喊声刚刚出口 一个人影就闪在他的面前 您是首长 看清来人的面目之后 那个军官停下了扩音器 嗯 我是雷老虎的朋友 刘畅看到眼前的人是个熟人 在研究所有过一面之缘 虽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 但是似乎是个师长 赶紧放行 这个巨兽是我们人类这边的 好 师长看到来人是刘畅之后 赶紧放行 不过似乎这人很是刚正 即便是刘畅 他仍然是不放心地交代了一句 不过 首长 放行可以 但是不能让巨兽踩他房屋啊 城里很多房屋里 都有人的 必让他们造成人员伤亡 放心吧 刘畅看到这个方脸阔口的师长一眼 点了点头 回到了台谢尔的身边 换成了海底人的语言 还能坚持吧 死 死不了 西龙 台谢尔此时已经极度虚弱 那在他伤口边缘的绿色液体 似乎有强烈的腐蚀能力 本来三人大小的伤口 此时已经变成了四人大小 而且深度更深了 焦虎的伤口甚至隐隐传来了肉香 那赶紧进城 主爷 别踩到房屋 里面有活人 交代了一句之后 刘畅招呼着台谢尔 一路晃晃悠悠的进了城 走到了研究所的地界 而研究所门口 早已经得到消息的老张 早早守候在那里 老张抬头看了一眼 那巨大的海兽说道 知道台谢尔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刘畅点头带他说了一句话 然后领着他走到了 研究所后面的武器实验广场 那里是一大片的空地 一些军人早已经把医疗器械抬了过来 此刻正在外面摆弄着 台谢尔到了之后 老张就指挥他侧卧在地上 随后找人搬了个梯子 顺着长长的梯子 爬到了西龙的伤口部位 这东西看起来像胃酸呢 爬上去观察之后 老张仔细地看着 他伤口上的绿色的粘液 这是大柳树弄的吗 应该是 刘畅说着话 也跳上了台谢尔的身体 解释道 柳树似乎弄出了很多 两栖人的后代 而且他们身上 还都装有重型武器 似乎是柳树自己生产的 而爆炸出的炮弹里 就有这种绿色的粘液 开始是呈现物状的 接触了人的身体之后 就会变成这种粘液状 刷伤力很强 别说是钢铁 就是这些超级怪兽的林甲 都很容易侵蚀 果然 柳树在自己身体里 还打造出来军工厂了 老张点了点头 知道了大概情况之后 他也不再废话 直接原地 给海兽做起了伤口清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3集 本体所在 一个个中和酸性的药剂 被稀释之后 冲洗在伤口之上 在流畅的帮忙下 老张带着一群护士医生 开始了他们生平 最繁重的一次手术 说是繁重是因为 他们从来没做过 这么巨大的外伤手术 患者光是伤口 就比他们人的个头 还大几倍 好在患者的身体足够强壮 承受得住 那些激烈的治疗手段 所以 等到天黑时分 老张的医疗团队 已经把台谢尔的伤口 给稳定住了 你没有生命危险了 刘畅看着虚弱的台谢尔 给他报了个平安 谢谢你啊兄弟 我欠你一条命 直来直去的台谢尔 似乎连这种人情世故 都只会加减一种算法 他躺在地上 冲流畅点了点头 我真心感谢 你救了我一条命 不用客气 救命的是他们 好好休息吧 我没法跟你床 估计你们海洋生物 也没睡床的习惯 只是这外面天寒地冷的 你得受点冷啊 没关系的 我要休息了 感觉脑子昏沉了 那你好好睡吧 你这伤势 估计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 就现在静难待着吧 刘畅交代了一句之后 就把这巨兽留在原地 跟着老张回到了研究所 怎么回来了 回到研究所之后 老张坐在椅子上 几个小时的手术 也让他有些筋疲力尽 被伏击肯定要回来 就是不知道 现在还要不要过去 刘畅说着 大致讲了一下 关于自己这几天探听道的见闻 关于海兽的 关于海底人的 还有关于两栖人的 那些两栖人的目标是我 他们似乎对刘的存在 还是重视 还专门派了个小分队 向我打听刘的情况 我就告诉他们 在北京 估计那些不安分的家伙 听到这个消息后 肯定要去北京 确认一番的 但是不会太多 毕竟现在 整直柳树和海底人 交战的紧要关头 那些两栖人 肯定数量也不够用 不可能全部去北京的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数量不多的话 李老师一定能应付的 刘畅想了想 两栖人那边的事 又想了想 海底人那边的事 我其实 从海底人那边听说 海底似乎有很多 很厉害的物种 并不屑于登陆 而且 感觉海底人内部 对于登陆一事 也有分歧 所以 台西尔 您一定要帮我 好好照顾 他们这个种族 似乎很不错 我办完这件事之后 我想跟他去 海洋的世界看看 你想 深入海底 老张听到 刘畅这个疯狂的想法 有些不敢置信 你真的要去海底吗 冰层之下的世界 哼 那里一定很丰富多彩 我其实 从小就很向往海底世界 感觉那里神秘又美丽 只不过受限于 只是一个学生 一直没办法去那里看看 而现在的海底 应该更加让人向往 我想知道 那里到底有多少 让人心计的巨兽 有多少陆地上 无法诞生的超级生物 这是我情感想去的原因 而真正促使我 做这件事情的 理性的原因是 这似乎是 人类是否能够 繁衍下去的 唯一机会了 嗯 也是 老张听了流畅的话 点了点头 这个世界 对于非智慧物种来说 遵循的是自然规律 优胜劣汰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对于智慧物种来说 这个世界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除去自然规律的 优胜劣汰之外 更多的是一种 人文的规律 就好像海底人和柳树出现 人类仍旧是地球上 数一数二的优秀物种 按照纯粹的自然规律来说 是不会被灭绝淘汰的 但是智慧物种之间 相互争夺资源 所以天生就有敌对情绪 所以人类在未来 很可能被柳树 或者海底人给灭绝掉 这就是人文规律 所以智慧物种之间的规律 不再是最纯粹的优胜劣汰 而是可以看作 是一种国家之间的竞争 人类现在就好像一个 巨大的老牌强国 而海底人和大柳树 就好像一个 新兴崛起的超级帝国 人类如果想在 夹缝中生存 除了做事天意 看两虎争斗之外 更要远交近结 超级帝国内部也有分歧 而除了这两个 超级帝国之外 海底还有其他的国度 这都是可以利用的地方 人类现在已经失去了 探索海底的能力 而唯一有能力进入海底的 只有一个人 刘畅 只要他繁足出了 鱼类的能力 得到另外的器官 可以完全在水下 长时间的生存 所以如果把他 比作是一个使者的话 那他就是唯一能胜任 这个工作的人 就在刘畅 海地之行的事 说了一会儿之后 老张继续给台谢尔观察治疗 准备食物了 而天色已晚 今天流畅也不准备 做别的事了 就回到研究所里面 开始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 流畅再次来到广场的时候 看到西龙台谢尔 已经好了很多 嘿兄弟 西龙一大早醒来 就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 似乎心情还不错 起得这么早 睡得好吗 听说你们人类会做梦 是真的吗 嗯 睡得还不错 做了一个海底世界的梦 怎么样 身体好转还算快吗 嗯 处理掉那些树叶之后 就好很多了 就是饿 你们人类似乎没什么食物啊 吃都吃不饱 今天早晨 那个给我做手术的人 给我送来了一小车食物 但是根本吃不饱 那没办法了 我们食物很短缺的 你就忍忍吧 你吃肉还是吃素 海底人平时怎么供应食物的 就是吃藻菇 我们海兽通常都有很强大的食物储备功能 吃饱一顿可以停很多天 要不然 我们这么大的体型 没有很好的营养储备器官 就会像地球史上的梁龙似的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饭 其实我在青岛的时候 已经吃过一顿饱饭了 本来十天半个月都不用再进食 但是 现在因为要长伤口 所以需要大量的能量 不过 也不用麻烦你们 实在不行 陪我弄点树枝树叶什么的 也能吃饱 那倒好弄 这事我会通知下去的 你在这好好养伤 我这些天不能陪你了 还有事情要做 什么事 你还要回海底人的部队 还是别去了 那里那么危险 你非要凑过去干什么 我也不想去 但是不去不行 海底人入侵算是我们人类 唯一铲除柳树的机会了 好好养伤 等我回来 希望还能见到你 放心吧 巨兽吼了一声 算是给刘畅送了行 随后 刘畅就再次告别研究所 去完成自己第一次 没有完成的任务了 因为知道两棲人 对自己的敌意 所以刘畅这次不准备 明目张胆地 混入海底人之中 本来他想的是 混在军队之中 探听到更多的消息 而且更安全一些 就算真的和刘畅打起来 他躲在外围 应该也没什么危险 但是现在不行 目标的变换 让他不再有 浑水摸鱼的习惯 所以 他这次准备到 海底人的核心战场那里 在边缘看一下那里的情况 不过这次临行之前 刘畅却做了更充足的准备 因为怕两棲人会再次找上自己 刘畅做了万全的工作 他首先找老张要了药剂 彻底清除了自己身上的气味 同时改变呼吸频率 改变身上鳞片分布点 甚至是意识员 他都做了错误的信息发散方式 他不怕两棲人有能力探查到自己 但是却不得不防备柳树这个庞然大物 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 刘畅这次连碎肉枪都没戴 衣服也没穿 直接就变身成为了满身鳞片的状态 随后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 让自己时刻处于隐身的状态 随后就这么赤身裸体地离开济南 进入到密林之中 从济南到河南 几百公里的路程对刘畅来说不算远 中午时分 刘畅进入到河南和山东的交界处 然后在这里看到了海底人驻扎的痕迹 站在两省交界的地方 刘畅看到海底人那出城规模的营地 这是一个战略据点 很显然不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比刘畅之前跟着的那只队伍数量要多上几十倍 十万人左右规模的营地 旁边被竖起了成排成排的火箭发射器 以及巨炮 炮口一水地对准着河南境内的方向 而除此之外 刘畅在空中看到了直升机 在突木鱼的驾驶下 这些直升机身上都装载着奇怪的发射器 很显然是用来撒那些干涸粉的 来到海底人的营地之后 刘畅又在营地周围转了一圈 随后就看到一个个的人员进入到高级战备状态 刘畅看到一头头那种海狮一样的野兽戴着防毒面具 背着液压喷水器在不断地清理周围的森林 大片的树木在接触到液压喷水器里面的液体之后 迅速地枯萎开来 随着地面被撒上干涸粉 大片的丛林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荒漠 看到这种情况 刘畅知道 海底人的这种营地肯定不止一个 应该是一个一个的营地据点 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柳树所在的三绳 然后不断地进行这种清理工作 最后各个据点清理好的面积连接在一起 把柳树彻底变成一座孤城 不但如此 刘畅除了这些还发现 不少的海底人在不断用一种奇怪的探测仪 一起探测着周围的情况 很显然 他们这里已经收到了进发队伍遇袭的线报 知道了两栖人的存在后 采取了针对性应对措施 两栖人对付海底人的优势在于隐藏身形 之前的突然发难是两栖人的完胜 但是刘畅知道 海底人不是一个脆弱的种族 之前的那场小规模的战役 只是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而现在知晓了对方之后 就会把双方的战斗力差距急剧缩小 土地要一寸一寸的清理干净 干涸粉要确保深入地底 刘畅隐藏在一棵已经枯萎的巨树后面 看到一个海底人领着几个海雄兽在挥洒干涸粉 我们先把这块仔细地清理一遍 过两天会有轰炸机 帮我们投放燃烧弹 队伍一边说着话 一边走远了 而刘畅也顺着队伍来的方向 摸进了海底人营地的核心 摸进营地之后 刘畅发现 这里的规模和布置 以及人员配置方式 跟人类热武器时代打仗之前的那种营地差不多 只不过似乎海底人不住帐篷 只是在地面上挖出了一个个的小洞穴 用来居住 不过就算他们不住帐篷 似乎也搭了不少 而从里面传出的油料味 让刘畅知道 这箱子里面是放置武器的 除去这些之外 刘畅没有在这儿看到 十分划时代的科技类的物品 没有看到变形金刚式的战车 也没有更高科技的 类似于科幻电影里面的东西 看来海底人这两年的知识产出 仍旧是学习为主 创新为福 在营地周围随便看了看之后 刘畅再次潜伏开来 来到海底人停放飞机的地方 而在这儿 他终于看到了那种改建的超级飞艇 终于有点科学的味道了 远远的在机场的一侧 刘畅 刘畅看到一个看起来模样很像飞船和飞机结合体的飞艇 凭借着这些天学到的军事知识 刘畅看得出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产物 用来远距离飞行 再重以及投放炸弹都很合适 在营地警报拉响的同时 刘畅在空中听到了海底人扩音器发出的声音 刘畅听到警报声之后 就看到一个个的海底人和巨兽 都纷纷钻入地下 而他也随之找到了一块岩石藏在下面 之后的五分钟 天空上开始路过那飞艇的影子 随后如同下雨似的 大量的直死剂混合着泡沫状的液体 从天空上喷洒下来 一波一波地被成排的飞艇洒下 而这些飞艇队伍的航线之下 植物大面积枯萎死去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刘畅之前在郑州的时候 见过落叶记的威力 一夜之间全郑州城的植物都枯黄死去 而现在这海底人的直死剂威力 更甚过百倍 虽然不知是什么原理 但是刘畅清晰地看到 那些末日之后的参天大树 生命力强盛到零下几十度都冻不死的大树 在接触到这些直死剂之后 迅速地萎靡开来 树叶中的水分被迅速蒸发 犹如人体接触了硫酸那么明显 然后树干也开始枯萎干涸 粗壮的挤人核爆的大树 因为缺乏水分 有些甚至从树干中间断裂开来 发出巨响 威力这么大 不知道对付柳树有用没 刘畅看到周围森林的枯萎 心中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脑中的意识源似乎得到某种反应 他似乎看到了森林中潜伏的危机 战斗准备 战斗准备 自海底人大规模地开始清除森林的时候 刘畅隐隐地感觉到 脚下立足的地面不再属于自己 强烈的危机感随着海底人破坏森林的那刻起 就开始不断地增强 等到飞艇群路过这营地的时候 刘畅又在扩音器中听到了海底人长官 焦急地喊叫声 随后 一个个海洋巨兽和海底人就从地洞中钻出来 一个个全副武装地戒备着周围 很显然 他们早就预料到了危险会来临 而不出所有人预料 飞艇群刚刚路过 大地就产生了震动 然后刘畅就感觉到上亿的意识源 从森林的各个角落冒出来 海底人大肆破坏森林的行为 终于引起地球上最强大的 第四方势力 非智慧类动植物的愤怒 天上先是响起了一声轻亮无比的鸟鸣声 随后大量扑腾翅膀的声音轰轰烈烈地笼罩在一起 从森林的各个角落腾空而起 随后在天上组成了一片乌云 向着海底人飞艇路过的方向追击而去 鸟群在流畅头顶经过的时候 整个天空都暗了下来 他已经许久不曾经历这种感觉了 第一次那种万兽奔腾不见天日的情境 是在柳树第一次到达郑州之前 他所遇到的 而这次是第二次 自寒冬死业以来 很多动物似乎都潜伏起来 不再捕猎的时候 一般都蜷缩在树洞或者地底之内 看起来森林似乎比平时平静了很多 但是流畅知道 死业之后 这些动物其实多半都没死 只是不再轻易浪费自己身上的热量 海底人这一刻的行动 引起了所有动物的愤怒 第一波鸟群经过之后 流畅就隐隐地在远方的空中 听到机械爆炸的轰隆声 而海底人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切 听到远处同伴死去的声音并不惊慌 而是一个个拿着武器 镇守在营地的周围 准备喷火装置 营地中心的扩音喇叭再次轰鸣 随后一个个巨型的火焰喷射器 被装备到集结在一起的西龙的身上 准备放 空中有着统一的指挥 在喇叭的一声令下之后 空气中出现了数到直径几十米 达到两百多米的粗长的火焰柱 西龙操控着这些火焰柱 凭空横扫 大面积的火焰从那些已经枯萎的树木上冲天而起 原来这些东西还能燃烧 柳畅看着那些泡沫状的直死剂 看到他们见火即燃 在空中呈现出一道道青绿色的火焰 然后这些火焰似乎被添加了各种化学制剂 燃烧之后就不会熄灭 所以大面积的火海被蔓延开来 造成一场森林大火 也不怕被自己放的火烧死 刘畅站在火焰旁边 忍受着炙烤的感觉 看着海底人挖出的地洞 不由的感叹 他们的准备真是充分无比 森林大火烧起来可是非常恐怖的 就算是以前的年代 森林火势长起来都几乎难以扑灭 而现在森林茂密 而且其中如果有大面积 类似于油料的燃烧物的话 就更加难以控制了 不过身在火焰周围 刘畅倒是看到海底人在放火之前 已经完全清空了周围的土地 并且堆上了很高的山坡 作为壁垒 而且清空了那里的可燃物 而且如果真的火是冲起来 他们还有地洞可以躲进去 刘畅刚才研究了一下他们的地洞 发现这些地洞都很深 而且顶部有盖子 很容易用来逃生 所以这时候的海底人喷火 已经是毫无顾忌 大量的火柱横扫周围的丛林 甚至还隔空向这更远的地方 投放燃烧弹 让火势由远极近连成了一片 待在岩石之下 流畅感觉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 就在它快要忍受不住的时候 空中再次传出了嗡嗡的声音 第二波攻击终于要来了 来的第二波仍旧是会飞的东西 看来不论在什么地方 会飞的永远是速度最快的 不过这些飞来的不是鸟儿 而是昆虫 各种各类的昆虫 花花绿绿的 大的有房子那么大 小的有指甲盖那么小 这些昆虫此刻全都同仇敌凯的 冲向了海底人的营地 把火烟对着冲群 空中再次响起了 扩音器的喊叫声 可它喊声刚刚结束 冲群就冲进了营地之中 大量的昆虫 有些甚至身上还冒着火 就冲飞过来 美丽惨烈的无疑附加 还有那房子大小的虫子 冲进营地之中 根本不顾三七二十一 就把眼前一切能看到的 都碾成了废墟 很多海底人都死在这波冲击之下 而相比着这种大体型的虫子 那些小的多的昆虫群 更加难以对付 同林中几年以来的 优胜劣汰之下 这些小虫子能活到现在 能生产出这么多的同伴 组成大规模的族群 肯定都有过人之处 所以这些虫子大部分 都有着奇特的生存技能 有的有毒牙 有的会自爆 更有的会钻进巨兽的身体里 寄生在它们身上 所以那乌云一般的虫群 仅仅过来几个眨眼的时间 海底人这边就出现大面积的伤亡 空中传出无数惨烈的嚎叫声 让流畅听得有些心计 准备生波武器 准备发射毒气 空中阔音器里的声音依旧不紧不慢 似乎这一切早就在他们预料之中 等到虫群聚集得差不多的时候 营地的几十个帐篷被海雄兽拆开 随后这些海兽和海底人匆忙戴上了一种奇特的面罩 面罩前端那大大的猪嘴看起来像是防毒面具 还有护耳处那十分厚实的棉罩子 看起来有防备声波攻击的功能 看到这种情况 流畅不再犹豫 混进战场边缘就找到了一个被虫子撕碎的海底人的身体 打开他的背包 就掏出了一个同样的面具戴在头上 也就在他刚刚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那几十个奇特的机器被人打开 机器被人打开的瞬间 空中传出了一声 常人难以听到的奇特的声波 在几十个声波发声器一起打开的时候 空中连成了一片奇特的共振 随后流畅就看到 那一个个正在空中挣扎的小型昆虫 如同突然吃了麻药一般 纷纷如雨点一般落下 在十万人的营地地面 铺上了厚达十公分的虫群层 这还不算完 几十个声波发声器在形成共振之后 竟然还从那气孔之内不断排出一种绿色的气体 让那些中大型的 本就摇摇欲坠的虫群彻底躺在地上 不再动弹了 厉害 看到海底人的手段 流畅点了点头 这些武器都是他没有见过的 虽然知道那天吸给自己看的只是他们全部武器的九牛一毛 但是想归想 箭归箭 现在看到海底人在丛林之中 只付出了小部分的伤亡 就做到这种地步 流畅也不由的钦佩起来 都是针对性武器啊 流畅说话之间 感觉地面震动的越来越激烈 来自丛林物种的最后一波攻击 也是最强大的一波攻击 陆地物种的攻击来临了 丛林之中会飞的永远没有不会飞的多 所以伴随着地震来临的是黑压压的无数的物种 跳到一个粗壮的还没来得及燃烧干净的树木之上 无数的动物和昆虫 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植物 流畅见到了曾经在纯色森林中 那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吃掉了大蜈蚣的树网 也看到这几个月以来都不曾见到的鼠猴 这些假货都会穿衣服了 再见到这奇怪的物种 流畅发现这些天来不见 它们已经学会了穿衣服 其实鼠猴在一年前就已经有了社会分工 似乎也逐渐进化出自己的语言 已经有了初级文明雏形 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智慧意识 它们现在身上穿着的花花绿绿的草衣来看 流畅就知道 这种丛林动物已经进化出属于自己的文明意识了 不过文明的雏形总是脆弱不堪的 那些鼠猴夹杂在丛林物种之中 刚刚冲击过来就在生波和浓烟的攻击下死于非命了 而很多生命脆弱的物种也和它们一样 在接触到这个营地周围的时候 就停下了攻击的脚步 倒在营地外的路途之上 被飞踏而过的其他物种采成了泥浆 而在浓烟和生波网的双重笼罩下 还能冲击进去的都是很强大的物种 有铜林巨兽 有金属一样结实的昆虫 还有从地底之内猛然钻出来的奇怪的生物 地下攻击 这个还得人没得防了吧 站在干河的树顶 刘畅看到很多易变厚的兔丝子从地上钻出来 这些兔丝子刘畅曾经在开封去往郑州的路上见过 可以悄无声息地贴到人的皮肤上吸血 而现在钻出来的这些兔丝子明显更加恐怖 一别于先前温柔阴险寄生的形象 这次来临的兔丝子明显在气势上达到一种残暴的程度 藤曼的颜色鲜红正亮 类似于金属的色泽 藤曼之上道刺林立 一缠上海底人的身体 就立刻把道刺插进甲咒之下 几乎只要不到十秒的时间 就能把那里的血肉给吸食个干净 而且这些兔丝子来临的时候 无声无息 直接从地下钻出 也不可能想得到 这丛林所有物种攻击的方式 即便是离清水都不知道 日新月异的林间 每天会诞生多少奇怪的物种 所以这些完全不怕声波攻击 完全无惧毒气释放的超级生命 兔丝子群 配合着其他的巨型生物 一来就给海底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哼 百密一书 刘畅看着海底人的惨叫 心中似乎也有泄愤的情绪 毕竟这些生物都是来自深海 而到达陆地之上后 大肆地分毁森林 这种行为就算是为了对付大柳树 但是任谁看了都不会心中痛快 更何况流畅对海底人本就有敌对的情绪 这个种族的野心太大了 这魔兔丝子应该也算是一种种族性质的超级生命了吧 西龙很大很强壮 林甲非常厚实 但是面对这种兔丝子的时候 一旦被缠绕到 就会如同被麻绳捆着的野牛一样动弹不得 这奇怪的生物不仅身体超级坚韧 破坏力极强 而且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共鸣意识 在这种意识的操纵下 它们每个个体 就如同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一样 可以很好的配合攻击 交相回应 扩音器中海底人指挥官的声音已经不再淡定 其实十万人的营地听起来很多 其实也没多少 以前刘畅看书上写什么十万大军什么的 听起来很多 但是跑去运输队伍和器械 其实十万人也就是十几个高中那么多的人数 不算很多 尤其是比起成千万的数量涌来的森林物种来说 人数确实不算多 所以他们经不起死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5集 柳絮 用火烧 这些植物应该怕火 至此际 没能杀死这些可恶的东西吧 在扩音器的统一指挥下 西龙装备的大型火焰喷射装置 对准那些涌上来的魔兔私子 然后那碰到就不会熄灭的火焰 一簇簇的喷射到这些可怕的东西身上 可拆东墙捕西墙 这边兔私子刚钻入地下 另一边就打响了巨兽之间的交战 西龙和丛林巨兽的肉搏战开始了 因为毕竟是海中物种 也许西龙在水下很厉害 但是在岸上很难打的迎合他们体型相当的巨兽的 即便有武器在手 这很好理解 就好像刘畅如果进化出了塞林进到水中 就算行动无碍 也不可能像岸上那样舒服 所以刘畅亲眼看到一个西龙 被一个体型只有它一半大的蛇勒住了脖子 然后被从土中重新钻出来的兔私子 一下钻进了眼球而死 所以他亲眼看到 一个体型只有西龙三分之一大的大猩猩 跳上他们的肩膀 把手指抠进他们的眼眶中 场中情况惨烈 而也就在场中情况最惨烈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抹极致的危险气息 让场中的情况变成了一边倒 不好是两栖人 本来站在巨木之上居高临下看着场地中的刘畅 在空中猛然感受到危险的气息 随后他二话不说 就从巨木上掉进了火焰缭绕的丛林之间 随后就看到各种绿色的飞弹从天而降 进入到海底人的营地 大战一触即发 但是刘畅却决定离开了 这次登陆的两栖人绝对不止一个营这么多 在包围柳树所在三省的周围 刘畅知道 这种十万人规模的营地 海底人足足有几十个之多 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填充着 从海底 从北美源源不断的海底人兵员和设备被运送过来 这是一场持久而盛大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胜负 无论对于海底人还是大柳树来说 都无关紧要 都只是这场规模巨大战争的一个边边角角而已 而刘畅来到这里就是想见微支柱 知道双方战斗方式以及海底人的准备措施 当然他更想看看柳树是怎么应对的 但是很显然这些海底人让他失望了 今天柳树没有出手 这些海底人就已经被丛林间的动物搞得焦头烂额了 而两栖人虽然人数少 但是更加善于战斗 看到今天的战斗场面 刘畅甚至有些怀疑 海底人到底有没有能力绊倒柳树呢 难道这些只是前奏啊 只是试探性的攻击 刘畅一边纳闷的想着一边准备离开战场的边缘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天突然白了 那是 本来红灰的天空猛然亮起了白昼 而在刘畅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如同末日前朝阳升起一般 漫天的光明 天很久没有这么明亮过了 自红雾以来能见度极低 就算有阳光也是穿透了红雾之后的朦胧状 刘畅已经接近五年没见到那种晴空万里阳光普照的感觉了 而今天 这种几乎让人淡忘的感觉又回来了 这是 柳絮吗 呆呆地望着刺眼的天空 刘畅抬头看到了漫天蒲公英一般的柳絮飞舞 在无尽的高空之上 那些柳絮各个光明夺目 燃亮了昏沉的五年的天空 照亮了朦胧了五年的大地 在这一刻 从来没见过光明的海底人似乎也向往起了光明 一个个光明的使者从天而降铺满大地 进入到他们的身体 而也就在刘畅迷惘地看着天空的时候 就在第一粒光明的种子 马上要落在他脸颊上的时候 那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猛然在他心头生起 是柳絮 千分之一秒的时间中 刘畅迅速缩回身体 直接在地上扯了一块烧焦的树皮挡在身上 不让那柳絮接触到自己的身体 身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柳絮之后 刘畅偷眼看去 直到漫天的柳絮都降落干净了 他才从树皮底下慢慢地直起身子 而此时 地上的柳絮已经铺盖了满满的一层 落地之后 柳絮不再大放光明 让本来明亮的天空重新恢复了沉闷 大柳絮出手了吗 刘畅掀开树皮看向一地的柳絮 他不敢用手接触这些东西 就踩着地上柳絮没有照到的间隙 到达了离得最近的一个海底人的帐篷边 撕下了一块帐篷布包裹住了赤裸的双脚 好安静 包好了脚之后 柳絮从地上站起来看向营地之中 发现场中的所有生物都抬着头看向天空 身上铺满了厚厚的柳絮 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厉害 在刚才柳絮大放光明的一刻 森林中还十分的喧闹 战斗声 炮火声 惨叫声 让这里比飞机场的噪音还要大 但是天空一阵光明之后 这里彻底的沉寂起来 一时间除了风的沙沙声 还有火焰燃烧后的琵琶声 竟然让这灰烬弥漫的战场 变成了一片静默之城 这怎么回事 一个海底人的声音突然孤零零的 从那扩音器之中传出 满是惊慌 随后营地中央的一个帐篷被打开 几个海底人的指挥官从里面走出来 这 这 这怎么回事 海底人指挥官 踩在满是柳絮的地面上 拨开了一个被柳絮覆盖住的同胞 他猛烈地摇晃着他 醒醒 醒醒 你还有意识吗 他没有意识了 两个两栖人寻着声音的方向走过来 在空气中现出了身形 走吧 跟我们走一趟 在说这话的同时 远处几发麻醉弹准确地命中几名指挥官的身体 随后整个世界彻底恢复了清静 远远地躲在一旁 看到这一切 刘畅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经过这次战役 他虽然连柳树的面都没见 但却对海底人和柳树双方的实力 有了一个明确的评估 海底人是很强 但是比起柳树来 还是差了一大截 估计柳树现在唯一忌惮的 就是同归于尽了吧 跑在熊熊燃烧着大火的林间 刘畅如是想到 一路从白天跑到天黑 刘畅回到了济南 怎么那么快 你这刚走就回来了 研究所中老张看着刘畅脸上露着万分的讶异 消息都探听到了 嗯 这么快 出门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转回来了 你探听到了什么 我探听到了 海底人应该全军覆没了 海底人 似乎根本不是柳树的对手 刘畅跟老张进到屋内 把今天遇到的所有离奇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不是吧 真的 漫天的柳树 我不知道具体的覆盖面积 但是一路醒来 我看到那些柳树 覆盖满了上百公里的半径 到处都是一片白色 就连那些森林大火 都很能烧进那些东西 柳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一开始 我还以为海底人能给他造成巨大的麻烦 但是现在看来 双方在木枪来说 仍旧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啊 哼 估计他从来就没怕过海底人 他怕的可能只是别的东西 刘畅叹了口气 然后在屋子里找了件衣服随便穿在身上 唉 别去想那些事情了 我们做到自己能做到的 其他的 就听天由命吧 哎 天天呢 这两天有没有老师 还好 那小姑娘很活泼 但是也知道分寸 今天一天 都在那头西龙那玩 他似乎天生 就喜欢跟动物交流 你去看看吧 老张说了句之后 离开了房间 而刘畅穿戴整齐之后 也离开了房间 前往武器试验广场 随后在那里见到了和西龙似乎玩得很开心的天天 喂 你冷吗 天天站在巨龙的腿边 正咯咯的笑着 连刘畅走到他的身旁 他都没有发现 他不冷 要冷也是你冷吧 刘畅看了眼 穿得不算厚实的天天 说道 他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你有什么话 让我问他吧 嘿 哥们 你来了 看到刘畅前来 西龙似乎很高兴 从满是风雪的地面上坐起身来 用尽量小的声音说道 这个小炸猛鱼在我旁边好几个小时了 一直在跟我吵吵闹闹的 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能不能给我把他撵走 他喜欢你才在你旁边的 好吧 反正经过你之后 我也不怎么讨厌人类了 以前看你们长得丑 现在想想 你们也不是那么恶心 台谢尔心直口快 虽然在说好话 但是因为性格太直 让刘畅听得哭笑不得 跟你说个事 刘畅想了想组织了一下措辞 海底人似乎输了 输了 这么快 台谢尔听到海底人失败的消息 似乎不怎么惊讶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怎么会输 而是这么快 怎么 你早知道会输的吗 早就知道会输 两个原因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这些应该算是军事机密吧 算 而且是一般士兵都不会知道的军事机密 所以你可以选择不说 嗯 我们是朋友 你救过我的命 而且救了我之后 似乎什么都没问我 虽然你想让我带你去海底 但是我想 如果我拒绝 你也不会伤害我吧 我们还是朋友 嗯 刘畅点头 西龙说的是真的 一个人也许脑欲可以一变 但是心却不会 所以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 我想告诉你一些 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情报 以私人的名义 哼 有话你就快说吧 还以私人的名义 你这么闻皱皱的我还真不习惯 刘畅笑着拍了一下西龙的大腿 说道 你在西龙族里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很容易辨解 一开始你在队伍前面是领队 而且就算西龙地位高 也应该和海底人属于同盟平等的关系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西龙的话 应该没资格和海底人的军官顶嘴的 所以 你在西龙族里面 是什么地位 一个长老的孩子 被送出来历练的 本来这场战斗 就是试探作战 所以本想着没那么危险的 没想到柳树这么厉害 所以 我们算是被海底人坑过来的 海底人跟你们怎么说 没 就说前沿战斗 说是来试探的 什么什么的 都是跟西龙族的各个长老谈的 不过那些长老 也都不比我聪明多少 所以我就感觉 他们会被海底人坑 说的什么 陆地上多少资源 消灭大柳树 能给文明带来多少火种 那些海虫们说的跟真的似的 我就说不应该跟他们合作 听到台谢尔的话 刘畅大致上明白西龙族和海底人 大概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了 海底应该诞生了很多智慧物种 但是绝对不是都在一片海域 大西洋太平洋各个大洋之间相隔太遥远了 就算是海洋巨兽 想要这么横渡穿越的话 也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 而且一般种族在哪诞生 通常也就最适应哪里的环境 大西洋的海兽去太平洋 也许就会感觉到不舒服 而深海的巨兽来到浅海 同样感觉不适应 所以这些各个诞生的种族之间 其实很多是很少交流的 就好像西龙族一样 他们诞生智慧之后 应该就是盘踞在自己的地盘上 繁衍生息 其间可能接触过其他的智慧种族 可能也稍微学习过一些知识和语言 但是交流肯定不能算是频繁 直到海底人到来 他们运用自己的智商优势 蒙骗加利诱这些种族 而只要是有智慧的生物 不论智慧高低 他们都有自己渴望的东西 海底人小之以理动之以利 不怕蒙骗不了这些种族 不怕他们不合作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6集 缘合族 毕竟海底人不但本身的智商技术较高 而且也是最早接触人类文明的 所以知识有好坏 他们全都吸收过去后 自然在谈判这种事情上 很有自己的手段 那你想告诉我的军事机密 是不是就是海底人布置的这场战斗 其实是知识前沿的试探战 这不算什么机密啊 不不不 我刚才说的是两个原因 两个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不算机密的机密 是这次战斗是试探性的 而第二个就算是真正的机密了 这海底人 是被深海海底人赶出去的小纳特族 是被深海海底人排挤在外的 他们的实力 在深海里面不算很强 所以 这算是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吧 台谢尔缓缓地给刘畅 道出了深海海底人目前的境况 海底人自从登陆之后 就开始疯狂学习人类的知识 这不错 但是在海底人本身 理念却是不同的 一部分海底人不喜欢陆地 认为深海才是他们 本来应该稀居的地方 所以学习了知识之后 就回到深海 准备在海底 建立属于自己的文明体系 他们认为 海底的资源比陆地丰富百倍 他们没必要去占领一些 他们其实并不喜欢的环境 就好像人类一般不会选择沙漠定居一般 所以 他们学习了知识之后 似乎对人类还抱有感激之心 除了偶尔上岸给部分人类帮助之外 就很少出现 而另一部分海底人认为地球的生命可以共通 而他们有义务去了解全部的地球 也有义务去整合地球上的其他生命 他们认为物种需要联合 而像柳树这种威胁需要剔除 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做些什么 哼 这是把自己当地球的主人了吗 刘畅知道西龙说的好听 但是归结起来就一个词 征服欲 很显然 这个被分离出来的海底人种族小特纳族 就是海底人中征服欲很强的种族 他们通过远交近结的方式排除异己 大柳树其实也算是一种异己 整合文明想要做一些他们看起来的大事 那这个小特纳族在海底人猪不算很强 不算 他们在海底人里分离出来之后 确实不算很强 我听我父亲说 海底人真正的智慧者 也就是最早诞生和最优秀的那批人 没有一个是小特纳族的 据说那些真正的精英海底人 那些四年前就具备的智慧雏形的海底人 每个都能通晓过去未来 每个都比普通海底人聪明百倍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们这个最具备抵运的种族叫做圆和 圆和 这个词会在海底人的语言内属于最简单易懂的一个发音 就如同人类发生器官里的爸爸妈妈一样 嗯 他们这个种族叫做圆和 海底人卵生 生育能力很强 又会照顾后代 所以族群很多 最古老的那一波就叫做圆和 他们几乎统领着所有愿意潜入深海的海底人群族 在那里建造着属于自己的文明 说起这个种族的时候 台谢尔的脸上露出和平时不一样的神色 刘畅知道 这个巨型海兽平时不是很看得起海底人 但是说到这个族群 它的面部几百块肌肉 还是挤堆成了一个不一样的神色 根据刘畅的分析 这种神色应该叫做憧憬 或者叫崇敬 那圆和对柳叔是什么看法 不知道 但唯一知道的就是 圆和从不支持小特纳的任何行动 唯独这次拔术行动除外 因为理念不同 一般来说 圆和不干预小特纳的任何行动 但也不会支持 就比如小特纳想派兵占领一些 没人占领的陆地 这种行为 圆和就不是十分支持 包括种族联盟在内的一切行动 圆和都没有给予过小特纳任何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 除了这次进攻柳树的试探行动 圆和似乎承诺 小特纳在第一波进攻试探之后 他们会给予后续帮助 包括小特纳所拥有的那些高科技武器 有一部分就是圆和成员帮忙研究的 而且这次的事情 似乎是圆和张老团一致通过的 他们对柳树的事情似乎非常在意 台谢尔一口气说出了很多秘密 让刘畅听的陷入到沉思之中 而一旁的天天看到两人交谈完毕 也忍不住插枪 这头大怪兽真的会说话啊 为什么他一天都不理我 因为他看着没鳞片的生物很难看 刘畅沉思了一会儿关于海底人的问题后 脸上倒没什么特别负担的神色 他笑着对天天说 就好像我们人类只喜欢有毛的猫猫狗狗似的 他们只喜欢看有鳞片的动物 我说呢 跟你们男人喜欢白皮肤的女孩一个样 都是低俗的生物 小黑妹天天说这话 哼了一声离开了这里 而刘畅又陪着台谢尔聊了一会儿之后 也默默地离开了 事业 回到了济南的研究所 刘畅忙碌地进入到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之前跟老张计划好的 现在总算有时间实施的下一步计划 铁线虫寄生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刘畅犹豫再三之后 理性还是战胜了情感 进入到实验室之内 让铁线虫寄生到自己身上 随后他就每天被两个士兵24小时 看管着以防意外的情况 在铁线虫寄生第三天的时候 他接到了一个消息 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海底人竟然在三天前的那场柳絮之下 全军覆没了 全军覆没 即使柳絮漫天的时候流畅再长 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不可能吧 几十个营地 数百万的海底人 就这么一下全死了 得到的消息是 几乎无人生还 老张显然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 他脸上震惊的神色完全没有退去 好大的手笔 海底人的数百万军队 理论上完全可以灭了中国的军队 竟然就这么一瞬之间全部消失了 连尸体都找不到依据 尸体也没了 刘畅皱着眉想到了当时看到的一些情景 海底人被漫天的柳絮覆盖 覆盖的契机正好是万寿奔腾之时 所以当时几乎所有的海底人都没能逃过一劫 而那在帐篷中的指挥官们 也被随后赶到的两棲人给解决了 而那些被柳絮包裹住的海底人 刘畅也不知道之后他们发生了什么 你说柳树会不会把那些海底人 改造成另一个附庸于他的主族 刘畅正说着话突然眼前一晃 感觉头脑有些晕眩 老张精明得很 看到他这个神态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来了 感觉要晕厥了 陪人管着我 研究所的人制止不了我了 就让台希尔那家伙帮忙 其他的事情我来搞定 如果一直昏迷 就把我这次的排除过程 告诉我 刘畅说完这句话 就主动地闭上了眼睛 片刻之后 他进入到昏迷状态 可是和上次不同 他这次昏迷之后 一时没有完全的丧失 因为已经感受到意识缘的存在 所以他这次直接进入了 一个上次梦到过的世界 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一个光球独立的世界 他这次看到铁线虫操控意识缘的全过程 他看到了一条条的黑线 缠绕进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光球 看到无数凌驾于大脑之上的意志 在不断地输送着微量的信息 也看到意识缘的些许的波动 这就是我最本质的那部分的存在吗 刘畅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的意识缘体 应该来说 以前他虽然能够看到意识缘 能感受到意识缘 但是那在他脑中只是一个很小的点 充其量不过指头度大小 但是现在却是一个比他身体还大几十倍的光源 通过铁线虫的帮忙 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又清醒的状态下 观察了自己最本源的东西 这些小小的黑线 应该就是铁线虫加强在意识缘上的东西 他试着走进意识缘之中 看着上面缠绕的点点的黑线 等铁线虫的成虫从肚子里面出来 这些不断运输过来的黑色细线 就会消失吧 刘畅伸手摸了一下那里的黑线 随后抬头看着意识缘的上方 刘畅 他一天的时间恢复了伤口 等他能起身的时候 台谢尔也快恢复自己的伤势了 哇 恢复的速度挺快啊 刘畅再次站到台谢尔面前的时候 他胸口那几人大小的伤口已经结痂到一起 看起来已经没有大碍了 比我们人类的恢复体质强多了 刘畅赞叹了一声西龙的恢复速度 同时感叹了一下人类恢复力的丧失 近万年以来 人类的身体恢复速度 以及承受创伤的能力确实变差了许多 有资料研究显示 万年以前 人类承受创伤以及伤口复原速度 要比现代快上许多 在前些天 刘畅在北京学习人类史的过程中 读到了在极寒世界中的一个人类的发展史 发现在那个时候的人类 那个极寒地方的民族 记载的是个头很矮 几乎无惧创伤 身上的伤口愈合速度 是现在人类的好几倍 就算骨折了 只要归位 就几乎能在瞬间完好 而这些东西 都在人类漫长的文明途中被遗弃了 什么时候带我去海底看看吧 等到你身体完全恢复了 等我能彻底下水了之后 带我去海底看看 我很向往那里的世界 好 听到刘畅要跟自己去玩 西龙台谢尔显得很高兴 就这么定了 虽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下海 但如果时间不长的话 我就等你 到时候到海底了 我请你吃非常美味的海毛虫 海毛虫 听了台谢尔的话 刘畅想到让他最恶心的虫子 又因为虫子的事情 进而联想到 海底根本没有熟食一说 脸上露出了难看的神色 到时候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 吃不吃得惯海底的东西 很好吃的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陆地上 根本没那么好吃的东西 好吧好吧 你好好休息 刘畅笑了笑 正准备离开这里 却在空气中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已经救了他一次 他知道 这种感觉是在自己脑欲一变之后 对环境和周围的微量信息的收集导致的 是一种很靠谱的感觉 和视觉以及听觉等其他五感一样 当脑欲一变到一定程度 当对周围信息的收集和整合 达到一种精密的程度后 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就像是第六感 但只是单纯的信息收集 两些人 刘畅感受着周围的空气 目光扫视四周 你们又来找我了 哈哈 刘先生 你还真是感觉敏锐啊 这次即使是柳树帮我们掩盖了气息 仍就是被你发现了 周围再次想起了一个声音 一个跟上次那个两栖人首领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从空气中走了出来 而这次同他一起走出来的 总共有密密麻麻的上千的两栖人 怎么样 规模阵仗都够大吧 您看看 上次为了抓你 我们出动了上百人 结果还是让您给跑了 但是这次不同了 我们找来了上千人 而且我们想好了 这次 如果不能抓到活的 死的也无所谓 反正 只要把你的尸体 或者叫做尸体碎片 送回大柳树那里 他自然能从中提取到有用的信息 关于我们爸爸的 是吗 刘畅转头 警惕地看着周围 发现周围的两栖人 真的如同那个首领所说 各个都拿着重武器 可以将这一代移为平地 而且从他们身上散发的杀意 刘畅也很能分辨出来 这些人这次真的是不惜杀死自己 也要把自己带回去 第一百九十七集 一千三百人 这些是人类的区域 你们这么做 自己也不容易出去 我们进得来就出得去 而且我们不怕死 死亡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 只要种族能够延续下去 能找到父亲的下落 我们可以承受的损失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两栖人代表摊开双手 做出一个像是拥抱世界 又像是无所谓的姿态 哼 别挣扎了 虽然我们只来了一千三百人 但是你应该知道 如果我们这一千三百人 真要在这里打起来 你们人类这个军区 这座城市要死多少人 一万 十万 还是五十万 你们人类死的也太多了 虽然你可能是个自私的人 但是这么多人 因为你的一念之差 就变成了一滩肉酱 或者是一个烧焦的烤鸡 我想 你拿别人的命来威胁我 这招似乎不怎么管用 你也说了 我们人类是自私的 我管 那如果加上这个呢 没等刘畅把话说完 两七人拍了拍手 然后一个两七人隐墨开去 半分钟之后 又从远处反身而回 手上却多了一个女孩 天天 两七人首领把手 捏向了女孩的脸蛋 这个小黑妞是叫这个名字吗 闹钟 看到这种情况 刚才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台谢尔 突然暴怒而起 骂了一句海底人的语言之后 猛然扑了过去 把几个猝不及防的两七人 瞬间压成了肉酱 杀死他 两七人首领看到这情况 雪白色的脸上冒出几根柳条状的青筋 而后随着他一声令下 几个重武器被对准了台谢尔的身体 等等等等 我跟你们回去 千军一发之际 刘畅赶紧闪身到几个端着武器的海底人面前 转头对着首领说道 我想 对于你们或者柳树来说 一个活人 永远要比几块尸体碎片 来得有信息价值得多吧 这也是你现身跟我谈 而不是直接一炮轰飞这里的 最直接的原因吧 嗯 你说的对 你是个聪明人 挥了挥手 让同伴放下武器 两七人老大说道 对 你说的再对不过了 所以 请跟我走吧 我已经听到了军队集结的声音了 不是吗 放了那头蠢驴 说完 两七人首领直接把天天扔在地上 也没管刘畅直接闪身进了空气之中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他说完这话 空气中爆炸出了两颗绿色的树包 在空气中散发出强烈的绿色浓雾 而刘畅在闻到这些绿色气体之后 身体瘫软下去 被两七人拖着离开了这片土地 很好 你很配合 看到刘畅在树包爆炸后没有避气也没有躲避 两七人首领似乎心情很好 毕竟抓到了刘畅就等于知晓了父亲的存在 而父亲的存在是对于两七人来说 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他们抓到刘畅之后没有再在这里制造冲突 也放过了对他们来说完全无关紧要的天天和台谢尔 就这么拎着刘畅的身体 一路离开了研究所 离开了济南 奔跑在林间 两七人首领亲自扛着刘畅 并且身上拿着一个物状喷剂 不断地给刘畅施加迷幻药剂 这东西是柳树身上产的吗 刘畅身体动弹不得 失去了99%以上的行动力 但是勉强还能如动舌头 你们要把我带到柳树的身体里 其实我一直到想看看 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繁荣无比 奔跑在林间 身后人类的追兵几乎不可能追得上 这些移动迅速的家伙 所以两七人首领看起来不急不躁 你叫什么名字 按照以往的性格 刘畅其实是很怕死的 每次落入危险之中 他的身体肾上腺素就会过量分泌 大脑兴奋 内心平静 但是这一次不同 他除了内心是平静的 身体也没有害怕的感觉 就在此时此刻 他竟然还有心情和两七人首领聊天 人类也是一个不怕死的种族吗 据我了解 并不是他 转头看了一下在自己肩膀上的流畅 两七人首领并没有在那里感受到任何恐惧的情绪 甚至连一点激动的感觉都没有 这让他感觉有些疑惑 因为疑惑所以有些不安 人不论是什么种族的人 只要有智慧都会对未知的 或者说跟自己常识不服的东西感觉到恐惧 所以两七人停下了脚步 而且据我了解 你也并不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式的人物 能跟我讲讲 你怎么想的吗 没什么想法 内心很平静 不知道是因为死的多了 还是感觉到这次之行我完全不会有危险 反正心里没什么害怕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部分的未来 或者叫未来的大智轨道了吧 起码对于自己我感觉的很明确 这次我不会死 是吗 我倒不相信柳树能让你活着回去 两七人首领听到了流畅的话 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空无一物之后 挥了挥手让队伍继续前行 别耽搁时间 路上全速前进 有什么事情等到了柳树 那里再说 他这句话未落 空气突然凝静起来 风声不再呼啸 尘埃也已经凝固 冰冻的丛林中 时间似乎突然凝固了 随后流畅就看到 所有的两七人在这一刻 都如同雕塑似的定在原地 前一刻还做起收拾行装 起身奔跑的动作 后一刻就全部定格在那里 随后安静的丛林间走出了一个平淡的身影 李老师 刘畅看到这个人惊讶地大叫起来 那因为麻痹而有些迟钝的舌头 都似乎灵活起来 他挣扎着从两七人肩膀上跌落下来 兴奋大叫 干嘛我就知道你会来 可是你怎么做到的 刘畅努力地转动着僵硬的脖子 努力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眼睛大睁完全不可思议 一千三百个两七人 这可不是人类 这可是脑域接近一次一变的物种 别跟我说这是你一个人做的 我不会相信的 或者说你的脑域一百次一变了 你比四年前活泼多了呀 轻瘦的身影走到刘畅面前 伸手翻了翻刘畅的眼白 随后从兜里掏出了一瓶 散发着奇怪气味的东西 在刘畅面前晃了晃 接触到那辛辣又清香的气体 刘畅感觉身上僵硬的感觉逐渐消失 麻木的身体再次属于自己 讲不到生死存亡时刻 你也会开玩笑的 看到刘畅已经基本恢复 李清水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来站起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这件事先别忙 刘畅说着起来拍了拍李清水的肩膀 有件事情我其实一直都想说了 嗯我知道 你是想问我多大了 对 而且我也知道你比我只大七岁零四个月 更何况的是这也不是年龄的问题 刘畅说着话就这么手搭在李清水的肩膀上 指示他的双眼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 今天的事情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嗯 不知道具体的 但是大致能猜到 你离开之后会发生哪些事情 所以 我想说的是 虽然你是我的老师 而且现在 是我的亲人 但是我真的不是小孩了 末日五年 我今天二十三岁 理论上成年了 而情感上更加成年了 所以 如果有下次你想让我做什么事情 最好能把有哪些可能的危险 事先告知我一下 让我稍微有些准备 被人蒙在鼓里的感觉 可是不太好说 你看 每次都是你安排的所有事情 而我一无所知 然后按照你既定的步骤 一步一步走完 最后 你再以最帅的姿态出现 这很不公平啊 刘畅半开玩笑地说着这句话 不过确实很认真的一件事 有些事情他确实感觉有些不妥 五年了 五年以来 不论李清水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计划 就算计划中包括他流畅 也不会被告知内情 如果换做以前 可以说他不理解 可现在的流畅 他感觉自己有能力 或者说是时候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和内部计划了 嗯 我知道了 李清水看着流畅笑了笑 随后使劲拍了拍他的肩膀 下次把耍帅的机会 留给你 那现在 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新朋友吧 是圆和的成员吧 是的 前两天在北京的时候 他们找上了我 李清水说着转过身 随后跟着他转身的方向 流畅从那冰冻的大型树木的后面 看到了一群海底人的身影 有四个人领队 一共大概有三十几个 他们就是圆和的成员 刘畅看着树后面走出的那些海底人 他们跟想象中有些不一样 他以为这些圆和成员 再怎么也是海底人中最高等的存在 印象中就算不带个权杖什么的 也得显得一脸智慧和老成 但是事实上 这些海底人根本没有刘畅印象中 或者电影中那些幕后老大的一分样子 别说穿戴和别的海底人一模一样 就连长相都没有相差分好 刘先生好 圆和成员的四个代表看到刘畅之后 脸上露出了笑意 刘先生好 圆和的各位好 刘畅看着这些长相相仿的海底人 知道他们能猜出自己心中所想 索性把话都说出来 想着你们这些最古老的海底人 应该和其他的成员多少有些不同的 想不到和其他海底人都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海底的人的历史 一共才几年 再古老 也不到五岁 所以 你们人类可以说 都是我们的长辈 各位不用谦虚了 刘畅看着这些和气的人 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丝 以前在海底人身上感受的那种虚伪的感觉 这些人给其他人的感觉很真诚 就是那种朋友之间的感觉 似乎跟他们合作完全没有后顾之优势的 我们的圆和成员一直认为 万物其实 都是有灵性的 只要你心存欺骗 不管隐藏的多么深刻 别人总是能够 感受得到 所以 刘先生不用担心 我们圆和这次登陆的背后意义 我们来只有一个目的 对付柳树 其他的事情 我们 一概不会做 圆和看出了刘畅心中所想 走上前来伸出自己的触手 我们尊重其他的生命 但是 柳树的存在和壮大 是基于其他所有智慧生物之上的掠夺 希望我们 圆和成员 能够和你们人类 尤其是 刘先生和李先生这样的人类精英 合作愉快 我也希望和你们合作愉快 刘畅身出手 和圆和代表团的老大握了握 随后看向周围的两器人 这些人都是你们几十个人弄的 一千三百个两器人 你们着实很强大呀 李先生 李先生的作用 鞠躬至尾 李先生 能够控制生物的意识本源 我们只是 把这种能力 给放大了一下罢了 这些两器人怎么办 刘畅看了看 这一千三百个小型的刘 知道这其实是一股不小的战力 两器人的战斗能力是无庸置疑的 会隐身身体能力很强 这从之前的几场大型战役 就可以看得出来 会隐身的两器人在战略上 掌握着永远的先级 统统拉回济南军去吧 李清水看着周围的这些两器人 看了看济南的方向 军队马上就要来了 一会让他们帮忙拉回去吧 李清水话音刚落 刘畅就在空气中闻到了大量男人的气味 济南城的军队开拔过来了 两器人带走刘畅的时候 就惊扰了这些济南的军队 他们离开的时候 军队就已经整装了 而两器人刚刚离开济南 这边就被李清水和原和成员们阻击到这里 如果没有他们的阻击 人类的军队永远追不上两器人的矫程 可是现在既然停了 那么人类军队就很容易追上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8集 原和长老 他们这边还没聊几句 那边老张领着队伍就走了过来 我就说 空气中的气氛不对 老张带着几个突进师团赶到这里之后 看到一地定格在原地的两器人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震惊 这 谁弄的 环顾四周 老张看到了李清水 脸上露出异样 李先生 第二次见面 上次给您添麻烦了 李清水看到老张过来 脸上露出笑容 走到他面前 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上次因为我的事情 给你们济南军区添了很多麻烦 死了很多无辜的战士 这份歉意 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不用道歉 那些事情不是你做的 张国栋 李清水 刘畅再次回到了济南军区 然后就看到了在哭泣的天天 看到刘畅回来 天天仍然止不住自己的唾气 一抽一抽的 你回来怎么这么快 我还以为你肯定死了呢 在广场之上 天天使劲地揉着自己脸上的泪冰 一张小黑脸冻得通红 兄弟 我还以为你死了 看到刘畅回来 显然台谢尔这个心直口快的家伙 也很高兴 那些白虫子抓走你 那么多人 你怎么回来的 嗯 我朋友来救了 刘畅说话间 李清水从远处走过来 而天天看到她 本来满脸泪冰的小脸 立刻黑了下来 她怎么来了 她不来我就死了 刘畅叹了口气 安抚了一会儿这个少女 把空间留给了李清水 她知道天天再怎么对李清水有怨念 毕竟只是一个小姑娘 她想如果李清水真的想改善两个人的关系 凭借她的智商和手段 应该不是太困难 谁知道李清水走到天天面前 低头跟她说了一句 就让那个少女止住了哭泣 随后李清水把谈话的大部分时间 交给了台谢尔 人类的情感 比我们海底人复杂 看着广场上的一切 原和的几个长老 站在流畅的身边说道 这种丰富的情感 是我们海底人千年之内 都不会超越人类的 人类的很多情感 确实是时间沉淀下来的 但是我不认为原和的情感 不如人类的复杂 你们这次登陆的目的 是关于柳树的吧 嗯 柳树炉走了数百万的海底人 这点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 原和长老听到流畅提起柳树 脸上立刻变换了一种神情 这家伙太厉害了 我们包括李先生 其实 没人能猜得到 这家伙 有多少保留的手段 我们想过 小特拿的那些人 不会对柳树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 我们还是期盼 他们能给我们 带来第一手资料 可是 想不到 你们有什么办法对付柳树吗 刘畅转头看了看 这个脸上露着不可思议神色的海底人 说真的 可能 话不太好听 但是自从见了那漫天柳树之后 我不认为你们 就算你们是原和成员 但是我还是认为 你们对付不了那家伙 因为我在漫天的柳树之中 感受到了意识源的存在 本源意识 原和长老听到流畅的话 重重的叹了口气 是的 本源的意识 据我们所知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三个生物 具备感受半源意识的能力 而只有两个生物 有操纵他们的能力 你 李先生 和柳树 我那个我感觉没什么用 刘畅听到原和拿自己和李清水 甚至是跟柳树相比 打断了海底人的说话 脸上露出了自嘲 我仅仅是能看到他们的存在而已 其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而李老师不同 李老师能让别人的思维静止 而柳树显然更高了不止一筹 不不不 你还没听清楚我的话 我想说的是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三个人能感受到意识源 但似乎 只有你一个 能清晰的看到他的存在 你是 能最清晰的 看到他的存在的人 李老师看不到 看不到 他只能模糊的感受到 他的存在 是模糊 是模糊 就好像 你的危险意识一样 能模糊的感觉到危险 但是 却不能实实在在的 看到危险是个什么东西 原和长老说话的时候 一直看着流畅 关于这点 李先生 自己也证实了 那就算是这样 就算是李老师不能看到 意识源的存在 但是你们怎么知道柳树也不能看到 他不可能跟你们谈起这个吧 关于这个 就要先说说 关于我们 原和的组成了 原和长老似乎很会引出话题 从关于意识源的问题 说到他们的成员组成 就算明了了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 毕竟要合作的话 就得基于双方都信任的基础上 而要信任就得了解 我们原和 真正核心的成员 岂是不多 前几天 是501个 后来死掉了一个 现在只剩下整整500人 500个人 大部分都是第一批诞生的海底人 我们海底人 因为是卵生 所以 繁殖后代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 我们 这个本来在海底海购深处的 一个小种族 现在 能发展成 这么巨大的规模 所以 这500个人 是我们的核心 而同样的 这500个人的智慧基数 是海底人中最高的 其中 能媲美李先生 现在水平的 就有不下300 还有数个脑浴复杂程度更高 所以 关于对未来的运作能力 我们其实 有自己的优势的 这优势还很明显 500个原和成员 我们把脑电波 连接在一起的计算能力 要超过目前你们 所能想象的计算功率 所以 关于李先生的事情 还有柳树的事情 都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原来是这样 得到这件事情的答案之后 刘畅没有再深究 关于柳树能不能看到意识源的问题 而是转而问海底人的诞生 你们说 这500个成员 几乎全是第一批诞生的 嗯 是的 那你们的后代 似乎不如你们 一个种族诞生之后 后代一代不如一代 这似乎是你们海底人最弊端的地方 是的 关于我们的后代 不如祖先的问题 我们也仔细研究过了 后来得到了 是生育太多的问题 刘先生 也知道 在地球进化史上 胎生其实是 优于卵生的 即便卵生的繁殖能力 看似更强 因为 卵生有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卵生动物似乎永远不会照顾自己的后代 成活率很低 当然 这点对于我们海底人来说 不成问题 大家都是智慧种族 建立有文明体系 自然不存在 不会照顾后代的问题 所以 抛去 抛去了 卵生成活力 低的诟病之外 我们海底人的强大繁殖能力 得到了充分发挥 对 甚至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就有几百个人发展壮大成了 目前数量这么庞大的一个种族 海底人长老一边解释一边叹气道 唉 但是等到整个种族发展起来之后 我们才发现 我们的后代似乎一代不如一代 这点 就连我们 也是没有相当的 所以 我们研究之后才发现 这似乎是 因为我们后代生育太多 太频繁的问题 这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而在自然面前 没人能违背规律 所以从半年前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 号召海底人的各个部族 开始有节制的声誉了 我们可不想 几十几百年后 我们的种族 变成一个烈等的种族 原来还有这段故事啊 听了元和长老的话 刘畅点了点头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 哦 不客气 长老弯动着如虫一样的脖子 点了点头 那别的我就不问了 也不应该关心 我就想问 这次你们登陆上岸 有什么对付柳树的具体计划吗 没有 但是我既然登陆上岸了 就势必得去亲眼看一眼 柳树这个家伙 跟他做一次面对面的交谈 面谈 不怕危险吗 如果柳树 连一个使者 都不放过的话 那也就不是柳树了 更何况 其实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是 你们人类 还是我们海底人 就算不能战胜柳树 但永远有着同归于尽的能力 所以 他不会不给我坐下来谈谈的机会的 嗯 也是 那你们什么时候去 即使动身 反正 我们在济南军区 也没有要做的事情 就肯定要做 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了 原和长老说完这话 就抬头看了看天色 啊 我们在这儿要做的事 已经做完了 要说的话 也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 就要做别的事情了 待我们 向李清水先生说下 我们 走了 刘畅从来没见过 如此雷厉风行的人 从来没有 刚刚把自己送过来 说了几句似乎必须要说的话之后 这些原和长老们 甚至连和李清水打声招呼都没有 就离开了 似乎这个只有数年历史的种族 从来不知道客套是什么东西 雷厉风行到了极致 就这么走了 刘畅刚刚张开口 准备再问几句什么的时候 几个原和长老已经走远 带着他们的团队直奔西方而去 而看到他们走后 刘畅再次走向另一边的武器广场 他们走了 走了 刘畅走到李清水的身边 瞥了一眼远处的天天 怎么哄好的 他可不傻 没哄 智情鸟本就不是我傻的 不过我真的挺喜欢那只鸟的 所以我准备再造一个出来 它自杀的时候 当时还被柳叔操纵的我 想着那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智慧生物 可能以后会有用的 所以就特地留下了它的一根羽毛 作为基因保存着 所以 现在我完全可以克隆出来一个 弥补天天的 虽然肯定已经不是以前的智情了 但是多少是精神上的慰藉吧 你就是这么对他说的 嗯 小姑娘很聪明 她其实能猜到这件事情大致的始末 我不是真正意义上杀死智情的凶手 柳叔才是 她这么恨我 只是因为知道找柳叔报仇永远无望了 拿我泄愤而已 所以她对我的恨是一种迁怒 不是真正的恨 不然也不可能凭借一句话 就能消除这种憎恨的情绪的 李清水解释了一下 随后拍了拍台谢尔的脚趾 还有 你这哥们似乎也是个不错的人 如果你真想去海底 让他带路比较稳妥 我知道 台谢尔人不错 刘畅抬头 抬头看向头顶一脸迷茫神色 看着下面的西龙 转而用出了海底人的语言 我说你不错 嗯 我是不错 去海底了 我请你吃海猫虫 海猫虫是什么 台谢尔说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 但是我听了就感觉没食欲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他去海底 准备好了之后吧 最近先在济南这边 多下水适应一下 我估计海底会十分黑暗 还有那些液压 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了 刘畅试想了一下海底的环境 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到时候看了就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具体计划一下 这些天你也应该忙坏了 趁着海底人和大柳叔谈判的这个空档 你多休息休息吧 行 事实上我也想要好好放松一下了 每天生活在生死的边缘 就包括现在还有无数两夕人 时刻盯着我的存在 所以这次我准备去海底之前 好好散散心 自从大柳叔进攻郑州那刻起 刘畅身上就肩负了无数的责任 他要带着赫芝芝和小静 照顾好他俩 让他们能生存下去 所以他一直忙碌着 从河南到北京 一路艰险 遭遇了刘 克隆体 以及最后的李清水和两棲人 他这段时间 除了经历无数次死亡的威胁之外 几乎没有好好地休息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9集 放松一下 不过自从救醒了李清水 刘畅紧绷的神经就放松下来大半 因为有这个人在自己身后 刘畅不论做什么事情 起码都没有了后顾之忧 只要李清水不死 小静和赫芝芝 甚至是清阴天天 米兰李峰他们 都会有一个很安全的靠山 所以刘畅这次出任务 才会感觉倍感轻松 而现在 既然能够安顿下来 有一段时间不用操心任何事情 他倒想好好休息一下 我准备把小静他们接过来 带他们到海边玩玩 末日之后的旅行 我想所有人都没有尝试过吧 青岛 就去青岛 末日之前那里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现在小特纳那边建设的还不错 有酒馆有吃的 什么设备都有 嗯 带着家人去放松一下 尤其是青岛那个女孩子 我感觉她最近 有自杀的倾向 李清水身在北京的研究所 几天时间基本上就能掌握 任何事情的动向 就连青岛这个 她不太熟悉的人的情绪和感觉 她都能把握的分毫不差 她就是那个双头孩子的妈妈吧 我了解过 似乎自从那个可怜的孩子死了之后 她的情绪就很不好 你没有发现 在北京的时候 在北京的那段日子 在最后的时候 她从来都不出现在众人面前吗 带她走走看看吧 接触一下大自然 就算现在的自然无比危险 但神就是能让人开阔下心胸的 死在压抑和痛苦之中的人 是最难过的 让米兰开刀开刀她 她不是个心理医生吗 好 最近生死相对太多 但是忽略了身边的人 谢谢你提醒我 刘畅拍了拍李清水的肩膀 既然这样 那我就携海底人一次 说做就做 这就去把他们接过来 顺便看一下雷老虎和老刘他们身体怎么样了 好些了没 离开济南军区之后 刘畅之身前往北京 北京济南这两地的路线 她已经非常熟悉了 丛林间哪些道路更加的快捷方便 她都牢记于心 所以轻车熟路之下 路程所耗费的时间就更少了 等到了北京城的时候 时间刚好是晚上八点多钟 按照末世前的人类的生活习惯 正是人们一天中最为清闲的时刻 可是末世之后的人们改变了生活习惯 晚上的北京城由于没有电力设备 显得死寂一片 诶 这里还是没有变化 刘畅抬头看着周围破败的高楼大厦 想到这里曾经的繁华 内心一阵唏嘘 如果没有柳树的威胁 想来这座城市比现在有好很多 空气中很冷 周围各个房间中虽然人烟也不算稀少 太阳落山之后就很少有行人在街道上走动了 太冷了 而就算偶尔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两三个人 也必定是身上带着猎物 或者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末世之后 尤其是寒冬之后 生存变成了第一话题 末日还能想到旅游的 我也算是特选阶级了吧 刘畅看着这些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人们 内心难得的泛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 这次优越感泛起的很是莫名其妙 当刘畅察觉到的时候却发现 这可能一直是因为自己四年来生活的过于痛苦的缘故 一直以来他和周围的每个人都一样 为了生存不断的奔波 甚至就最近一年来说 他比北京的这些人承受了更多的危险和痛苦 但是挺过了一个个难关之后 他感觉自己一步步挣扎出了生存的范畴 甚至现在都能带领家人去旅游了 这就是优越感的来源 朴实而又真切 剑步如飞 奔跑在北京城的破败的街道之上 流畅归心四箭 他的速度很快 黑夜之中到了研究所门口的时候 那些成群结队站在寒冬夜空下的哨兵 没有一个发现他的存在 他就这么一路跑进了研究所之内 看到一个在门口等着他的一脸惊喜的女孩 感觉到我了 嗯 小静微笑着走到他的身边 不再说话 其他人呢 我刚感觉到你的气息就出来了 其他人还在所里面忙鸽子的事 李凤和米兰似乎在通过北京研究所的手段 想脱关系尝试找自己末世前失散的亲人 芝芝姐和老大他们三个出去了 青鹰阿姨在房间里 嗯 雷老虎叔叔最近似乎迷上了看海绵宝宝 那个高个子的刘先生还没有苏醒 雷老虎迷上看海绵宝宝 走我们看看他去 刘畅说着话就拉着小静一起进到了研究所的屋内 这次刘畅没有跟进院门的时候 那么隐藏自己的身形 但是把守屋门的两个士兵看到来人是刘畅 显然也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 对他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在两个军人的目光注视下 刘畅进入到研究所的内部 然后寻着记忆中的方向 和雷老虎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很久不洗澡的臭味 刘畅先是进入到他的病房之中 好安静啊你这里 刘畅打开门之后 就乐呵呵的冲着雷老虎笑道 我记得我走之前你还每天吵吵闹闹的 我在你隔壁都能每天听到你的吼叫声 现在怎么了 哎呦你也回来了呀 听到刘畅光的一下拉开铁制的垫子门 站在那里喊叫 本来半躺着的雷老虎突然来了精神 放下了病床上的电脑 蹬的一下就坐起来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 听说海底人被刘畅一招给全灭了 哎笑起是不是真的 那刘畅真的那么厉害 看着你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 嗯差不多了 如果不是那个小护士看着不让下床 我基本上就能下地行走了 就是老刘那个家伙 似乎到现在还没有稳定下来 那家伙身体底子还是不行啊 在何胆之下能活命 就已经很是奇迹了 不过这些天他的状况倒是稳定下来了 就是希望他能早点苏醒 这家伙死了怪可惜的 虽然我跟他不熟 但是我挺佩服这些类似老张的人物的 嗯 我一会去看看他 刘畅点了点头 然后跟着雷老虎聊了一些家长里短 还有目前最重要的时事 他先是告诉雷老虎自己这几天的所有见闻 包括两栖人海底人的战败和柳树的柳絮 又问了雷老虎为什么会喜欢上海绵宝宝 最后又听雷老虎说了几件 李清水最近在北京军区的大动作 最后就离开了这个病房 离开雷老虎的病房之后 刘畅先是去探望了老刘和清音等人 米兰和李峰还好说 他们本就是一个普通人 现在在北京研究所内居住 就不断的通过自己认识李清水等高层的行动之变 开始上下打点关系 希望能找到自己末世前失散的亲朋好友 很显然 这两人的有些亲戚在末世发生的时候 并不跟他们一个成事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最普通的意愿 他们想知道这些亲戚还有没有人在世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而清音显然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所有的亲人都在她面前死去了 不论是至亲还是侄子等边缘点的亲人 一个个的死去 这个女人失去了念想 前些天在丛林中不断追求生存的时候 似乎还能淡忘一些 现在在研究所之内 每天都没有了恐惧相伴 她有了大把的时间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之中 等到刘畅再次见到她的时候 发现这个曾经还算漂亮的年轻妈妈 此时已经憔悴的不成样子了 有时候生存也是一种必要的忙碌 你没事吧 看着清音眼窝深陷的样子 刘畅皱眉问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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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音摇头 一句话说了三遍 而刘畅听到她这么说话 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强迫症的表现 知道这个女人因为长期焦虑和封闭 已经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过两天跟我出去转转吧 嗯 出去转转 出去转转 清音点了点头 神智明显还清醒 智商和常规认知也还在 只是似乎喜欢一句话重复好几遍 嗯 既然你已经同意了 那就收拾下东西 过两天出发吧 刘畅点了点头 退出了这个房间 不再打扰这个年轻的少妇 离开这里之后 他又用了两天的时间挨个儿见了同伴 通知他们准备游玩的事宜 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而在这些被刘畅通知到的人中 只有李峰因为找到了丁点家人的信息 不愿意离开之外 包括没被通知到的雷老虎 都同意跟刘畅出行 不 不可能 我在床上躺够了 临走那天的早晨 雷老虎冲着看护他的那个护士大叫道 哎 你看 我虽然没有好利索 但是仍旧要比你强壮一百倍 雷老虎说着 就把他床他的铁质扶手给掰弯了开来 一阵气喘之后继续叫道 看到了吧 什么叫强壮 反正我不愿意在这呆了 你们没有限制我行动的权力 我是济南军区现任总指挥 我有人身自由 听到雷老虎为了出去玩一趟 连自己的政治身份都抬了出来 都是一阵无语 不过这招很好用 所以清晨的开拔往济南的小队伍中 有个人填补了李峰的位置 啊 还是外面的空气信心呢 雷老虎走得很慢 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 所以他掉在队伍的最末尾的位置 走三步停一步 看似在郊游 但是所有人知道 他其实是在大喘气 不过没人会破坏他的好心情 因为本来这次出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所以刘畅在队伍停歇的时候 主动找上了米兰 聊聊吧 好久不聊了 递给米兰一个研究所最近研究出来的 特殊的防腐食物 焚烤卷饼 刘畅坐在他的身边 清阴的事情 你知道吗 知道 强迫症加焦虑症 做什么事都必须做三遍 走路的时候也不自觉数自己的脚步 每天似乎都在想过去的事 米兰接过那烟卷式的东西 放在手中搏弄着 说道 我以前看过他的情况 也给他做过心理指导 但是似乎不太有用 没作用 嗯 纯粹的语言开导性治疗 并不是万能的 很多时候 心理疾病的患者 想要从自己压抑的精神世界中走出来 更多的得靠自己 而且 米兰说着话 瞥了一眼清阴那边 而且你知道的 心理疾病这种东西 越是聪明的家伙德 就越难以治愈 因为他们都过于自信 陷入自己的逻辑怪圈之中 就很难从里面脱困出来 说句开玩笑的话 如果李清水那家伙得精神疾病了 我怀疑没人能给他治好 李老师也有精神类疾病 刘畅听米兰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并不似开玩笑 有 起码我感觉有 米兰愣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不过没关系 她那种人一般都有精神病 精神病在伟人的比例中很高 尤其是聪明又有责任心的家伙 而且她就算得了精神病 认知也会比你我清晰得多 有办法治疗吗 没办法 起码你别指望我 心理医生如果想要治疗病人 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 得让病人相信你说的话 可是我在那家伙面前 跟小孩子似的 你感觉一个小孩子 能给大人做心理辅导吗 可以看出的是 那家伙活得似乎很痛苦 每天担负的东西又太多 想的东西太多 而能和她真正站在一个层面上 平等交流的人又太少 所以这些事情累积起来 不得精神病就怪了 她再聪明也是个普通人 并不是神 精神承受力和智商是称反比的 因为知道的越多 承受的也就越多 哦 我懂了 刘畅点了点头 再次想到那个轻瘦的身影 她至今也无法完全明白 那个人究竟承受了多少事 别的先不说 就轻音那个能治好吗 散散心会好很多 其他的就看她自己了 我会在旅途中 多跟她聊天的 那就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集 海洋餐馆 一段短暂的谈话之后 队伍再次启程 因为路途中带着几个普通人 所以行动很慢 本来流畅半天就能赶到的路程 众人用了接近一周时间 才算正式到了济南 终于回来了 嘿嘿嘿嘿 七天的时间 雷老虎的身体在路上再次恢复了不少 行动力也完全超越了普通人 所以她一回来就冲进了济南军区 找自己儿子去了 而流畅回到济南军区之后 却是找上了老张 老张 能麻烦你查一下一个人的资料吗 什么人 大军区之内 都存有人口普查的时候的资料 但是想找人是很难的 你有那人多少资料 没有 只知道小名叫豆豆 和李老师是曾经的同学 在济南修整了一天之后 流畅的队伍在四天后到达了青岛 队伍中除了原有的人类之外 这次出行 台谢尔也商誉跟了上来 流畅的第一次海底之行 就在旅游之后 所以就一起跟过来 准备在流畅在海边的时间 让他先适应适应前海域的世界 这就是现在的青岛吗 到了青岛之后 天天和米兰看着眼前的世界 有些不敢相信 变得好像电影《黑衣人》里面的城市啊 好多 天天的视力最好 所以他看到的世界最清晰 好多外星人式的动物在走动啊 还有那些建筑 你看就不是我们人类居住的 小特纳看起来还没有放弃这边呢 流畅也抬头看去 发现外面果然是很多奇怪的生物 比它离开的时候还多 这是怎么回事 海底生物大登陆吗 我走的时候 还只有三个隶属小特纳的战斗种族 登陆过来 现在这些明显没有战斗力的小年户怪 是怎么回事啊 流畅说着话指了指脚边的一个 长得像水藻集合体的家伙 而后者看到流畅的手指之后 竟然用海底人的语言回了一句 指什么没礼貌的家伙 对不起 流畅看到黏糊怪发火 猛然想到他既然能登陆在城市中闲逛 那势必是一个智慧种族 自己这么指着他确实有些不礼貌 所以赶紧道歉 没关系 你们人类总喜欢这么以貌取人 我这两天受够的这种待遇 还是海底好玩 黏糊怪说着话扑的一下 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蠕动着黏糊糊的身躯离开了这 这 这也是什么东西 雷老虎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见到海底的奇怪生物 虽然听不懂这家伙在说什么 但是却让他感觉到离奇万分 管他什么东西 既然因为这些家伙到来 可以让青岛原住民生活得更好 管他什么都无所谓 他们看起来没什么恶意 刘畅看了一眼 几人说话间才蠕动了不到一米的奇怪的小生物 也许 小特纳族把这些当成了一个旅游城市也说不定啊 我看这次战败之后 他们似乎突然明白了 自己和柳树之间的差距 让这里的硝烟味也大了不少啊 似乎又多出了几分农业的气息 这是好事 走吧 一起去转转 刘畅说着又抬头用海底人的语言喊道 台歇尔 你走路小心一些 别把周围的房屋给碰倒了 知道 你们这些人类的建筑真是小气 台歇尔看着周围最高也就十几米 还不如他腰身高大的房屋 小心翼翼的走了几步 发现街道太过狭窄 让他走路相当的不畅快 所以刚走了没几步 这个心直口快的大家伙 就再也受不了这种林黛玉式的走路方式了 我不行了 你们玩 我去海边了 料下这句话 台歇尔离开了这里 剩下了队伍中的一群人类 看到巨兽离开 剩下的人类队伍也就方便了很多 这一天以来 刘畅就带着这一群人 在这城市里面转悠起来 在青岛转悠着 众人不得不赞叹 海底人的建设能力和建设速度 刘畅本来想 小特纳族既然在柳树三省那里惨败 损失那么大 再怎么说也应该会产生挫败感才对 他本想这次来到青岛 不是看到小特纳已经撤军 就是看到他们在增援兵力 现在看来 现实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还真是一个不怕挫败的种族啊 是因为历史短暂的缘故吗 刘畅看着繁华的新城市 心中想象着海底人在诞生 以及壮大的几年中 可能遇到过无数的挫折 在海底那个世界中 刘畅不难想象 海底人在只有几百几万人的时候 是怎么用孱弱的身躯 在那强壮的世界中生存的 也许在柳树那边一触即败 根本对这个种族来说 不算十分剧烈的打击 而且就算是小特纳人 也比普通人类聪明很多 军事话不成就搞商业 刘畅看他们在这里搞得有声有色的 还雇佣人类做倾倒各个行业的工人和领头人 似乎在精神上 也没有在这座城市产生过多的抵触情绪 在城市中随便地晃悠了大半天之后 刘畅在海底人新开的银行那里 兑换了一些他们的货币 带着众人去海鲜餐馆吃了一顿海鲜 在海边吃海鲜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坐在火炉子围城的海底人的餐馆中 刘畅看到火炉铁盖子上 煎炸的那些发光的奇怪的海蛇 说道 而且这些东西我都没吃过 今天得多长几种 我刚才看这家餐馆的招牌上写的 可是能在这里吃到一万种不同的海鲜产品 现在的海货可比以前多多了 多了不少 这东西怎么煎炸起来跟水晶似的 看得谎眼 雷老虎用筷子夹起那透明发光的海蛇 放在眼前仔细地看了起来 似乎在研究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 而女孩子天生就喜欢那种透明发光的物质 看到这水晶海蛇 几个女人都有些不忍下口了 就连青鹰都愣愣地看着那奇怪的海蛇 很久不说话 似乎心情好了很多 偏眼注意到她的情况 细心的米兰再次把海底餐馆的服务生给招过来 服务生是个突木鱼 远远地看到有人招手 她就一蹦一跳地走过来 说着别角又声色的普通话 招待着这一桌的客人 呃 呃 呃 请 请问 呃 是这个词没错 哎 神类的语言太难学了 突木鱼看着手上的菜单 一边咕弄着 一边招呼道 几位人类朋友 请问 你们想吃什么 喝什么 有没有类似这种水晶海蛇的很漂亮的食物 啊 你说慢点 有些词汇我听不懂 说慢点 突木鱼很显然不是一个智力非常高的种族 学习一门外语似乎对他们来说 不比美国人学汉语容易多少 所以语速过快的话 他完全听不懂 他问你 有没有像这种海蛇的这种 会发光的很漂亮的食物 刘畅看着迷茫的突木鱼 转而用海里人的语言复述了一遍 哎呀 竟然碰到了一个会说海里人语言的人类 这可不多见 突木鱼听到流畅会说海里语言 大为兴奋 竟然忘记了自己餐馆服务生的身份 哈哈笑道 你怎么说的这么流烈 哎呀 我学你们人类的语言可把我累坏了 一年前去英语的时候还好些 这汉语 比英语一下子难了好几倍 早知道我就去拉斯维加斯到牛排店服务生了 听说那里还有不少好玩的赌博鸡 原来你还会英语啊 刘畅听到突木鱼过躁不堪地说着自己的经历 完全忘记了自己要做的工作 也没有催促他 反倒和这头眼睛突出的家伙闲聊起来 唉 可不是嘛 一年前我们大特拉系组 跟海底人的小特纳组结成同盟之后 就有很多族人受不了他们的诱惑去岸上观看 我们本就是浅海鱼类 而且两年前就具备了初级登陆 类似于青蛙的那种短暂陆地存活能力 小特纳他们说我们顺利好 就给了我们很多资源 让我们给他们工作 突木鱼正在讲着自己过往的事情 猛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讨厌的话老 一说话就没个完 你们先点三吧 不急不急 刘畅摆了摆手看向了突木鱼 你说你是浅海鱼类进化来的 是的 浅海的 现在海诺浅海鱼都生存不下去了 都在拼命地想进入深海或者登陆 你知道的 外面现在这么冷 浅海的冰层不断地加厚着 这威胁到了很多浅海生物的生存空间 我们突木鱼其实也就是误打误撞登陆的 一年前不知道寒冬来临的时候 就有登陆能力了 想不到现在还有些用处 突木鱼说着露出了沾沾自喜的表情 那恭喜你了 起码现在在这里 你能过安稳的生活 比我们大部分人类都强 哪有什么安稳呀 突木鱼听到安稳使劲地摆动着脑袋 没有安稳 没有安稳 我是想图个安稳的生活 多看看这新奇的世界 但是你也知道 现在危机四伏的 岸上不安全 听说西边有个大柳树什么东西的 能眨眼之间灭了小特纳全族 就算不说它 你们人类不一定接受我们 小特纳他们也坏心思很多 我们突木鱼 也不是说多聪明强壮 真出事了 还不是死 那你为什么还想来安稳 仅仅是因为好玩吗 好玩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是利于生存啊 现在在这儿 只要给小特纳他们好好打工 也就能混个吃喝 如果回到水下 那还不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上头海面冰封不说 下到深点的地方 一个晃悠不注意 就被灯泡鱼给吃掉了 海里那么危险啊 刘畅听到突木鱼的话 想到自己第一次跳海 就差点回不来的情境 那巨大的鳗鱼 那更加恐怖的 从深渊底部伸出来的章鱼触手 都让他感觉深海之内 就是一个更加恐怖的世界 也许真的对于突木鱼来说 他们没有枪械 没有高科技武器 真在深海之中 其实是比普通人类 在丛林中更加危险的 任何大型的鱼类 都是他们的天敌 一不小心就会被弄死 所以他想到这儿 掏了一把刚刚从海底人那里 兑换出来的奇怪的货币 递到了突木鱼的手里 这算是小费吧 多出的部分 帮我选点那些颜色漂亮 有好吃的食物来 这么多啊 突木鱼接过流畅递来的货币 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还是你们人类好赚海底人的钱 你说一个有技术的优盘 就能去卖好几万 玉术品综合毒物什么的 更是价钱高 如果不是那点人不接受我的话 我真想进那路去淘点宝 起码这几年吃喝不愁了 突木鱼掂量着流畅给的一把钱 咧着大鱼嘴笑着 就将它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 放心吧 这里什么最好看最好吃 我再清楚不过了 一会儿就给你上棋 看到突木鱼离开 天天忍不住吃笑出声 刘畅哥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 我虽然听不懂 但这家伙好有意思啊 比那个大海兽看起来还有意思 天天似乎天生就喜欢 和这些奇形怪状的家伙交流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 稚情鸟的影响 总对那些性格古怪的家伙 抱有极大的兴趣 可惜我不能去海底 不然还真想看看 那巨大的海洋里 到底有多少种这种奇怪的家伙 天天把手肘放在木桌上 拖着腮帮看着突木鱼离开的方向 脸上露出了憧憬 而锅灶总能缓解压抑的气氛 包括轻音在内的所有人 在听到突木鱼 唧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之后 心情似乎都轻松了不少 似乎所有人情绪都被带动到那深蓝色的世界中 对眼前的烦恼淡忘了许多 我也想去看海 轻音突然说了一句 而且只说了一句 而不是三句 听到这话 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开心 走吧 去海边 饭菜在轻松的谈话氛围中很快上齐了 海底人的这个餐馆很少有成品菜 大多都是半熟的 让顾客自己在铁板上煎炸 因为现在天气太冷 就算是室内也在零度以下 如果做成炒菜 瞬间就凉了 吃的不舒服 所以现在海边的这些餐馆 全都是半成品